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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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繼續開會 各位,今天,今天換民政處地政,地政有沒有新進的科長? 大會主席,各位議員先生,理事大家早安。地政處有一位新進同仁就是我們的地用科的科長,賴科長,他是由台東地政事務所的行政科調升過來的。 以上報告,謝謝。 好,謝謝。 管理處呢? 主席,各位議員,管理處目前是由我們交通科的科長,是由我們秘書羅文彥來代理我們交通科的科長。 好,謝謝。 羅文彥處,羅文彥處沒有。 人事處。 主席,各位議員,大家早安。 我們人事處有一位新進科長,是我們對付福利科的莊琪坂科長。 好,謝謝。 政風呢?政風處。 政風處沒有。 好,謝謝各位處長。 我們第一個工作檢討,我們第一個登記的是江堅壽、江議員,行打時間10分鐘。 好,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首先,本時要聚焦於我們農業處許處長。 一也早。 早。 這個月的月初,恆春後壁府的漁民。 在抗議。 在抗議。 是。 恆春政政長也對媒體發佈談話。 他認為說, 飛魚是靠岸、沿岸、靠岸的這個回遊性的魚類。 你不去抓它,就浪費掉了。 他認為說,我們萊雅的魔力,限制六海里內,不得用10噸以上的動力、漁船去捕捉飛魚。 是不合理。 他認為我們台東縣政府應當要開放。 您的看法呢? 那一天,葉你提這個問題,我們也想了很久了。 實際上,今天恆春政長,它是因為以後壁湖有往南移的交通船的這種來做訴求。 才要抵制嘛。 實際上,光光跟漁業,它在整個區塊來講,它兩個是並行的。 但是兩個是互不相遞俗的。 所以你假如說漁業的部分來講交通船,或者交通船來講漁業,我覺得兩個是扯不在一起。 不過就這件事情我們來講,那從過去我們都知道, 只眼其實,他們講說是近海來講,只眼不管怎麼樣都是有限的。 像我們過去在沒有保育的時候,大概要在荒原幾百公里當中,要找到山江都很困難。 現在可能在我們住家旁邊,山邊可能一公里兩公里看到山江。 所以保育還是影響很大。 那自然。 那我在臉書上有貼一篇文章,您看了沒。 您說我講的也沒有道理。 有道理。 南部地區的移民,過去一向是截折而已。 能抓的全部都抓。 所以今天,飛魚在靠南部海岸幾乎沒有了,幾乎抓不到。 他們只好到南嶼的海域來抓。 南嶼為什麼還會有飛魚可以抓? 曾經南嶼也一度抓不到飛魚。 您還記得我們第十五屆的時候。 也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抓不到飛魚。 江多麗議員當時提出要求。 當時廖副山。 忘記了名字,廖什麼? 廖副怎麼講? 把我提醒一下。 廖副山啊?廖副山啊? 廖副山啊?廖副山啊? 廖副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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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副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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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副 飞饮会一直都存在 我们南部沿海地区的那些移民 甚至连飞饮卵也不放过 拖着潮池 让飞饮在上面产卵 所以现在他那边没有飞饮 那我今天是因为我们遵守 传统的捕捞文化 让飞饮能够延续 今天却来说 我们不让他捕捞是不对 跟议员在这样说明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认知 今天恒春他们会针对 南乙的这种措施来做抗议 也就是表示这种措施是有效的 假如说没有这种措施的话 我想乙就不会到这里来 但是我现在是担心 你这个压力太大 你会不会放手 我现在是担心这一点 目前在我们县政府里面 大概最强势的是 吴慧琴 吴处长 所以吴慧琴 吴处长的意见 我们不敢跟他有不同意见 所以你这一点也放心 目前在县政府二十个局处当中 吴慧琴处长讲的话 尤其对原住民相关的 这种保护或者相关的 我想他是受得大家尊重的 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那也就是说你绝对会坚决的支持 原民处的主张对不对 来保障我们来与的这个捕捞飞鱼的这个权利对不对 讲如说吴处长说要扩重到二十海里我们也支持 二十海里是有点过分的 有点过分 为了这一点 我们原住民集的几位议员 已经决定了 二十四号 趁着我们几位议员总执行的控党 要连媒到兰宇 再去了解 同时深连我们兰宇的乡亲 对于捕捞飞鱼的这个权利 延续飞鱼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我们要去深连他们 是农业处是不是能够指派哪一位陪同我们一起去 我们原则上请副处长 副处长 不过我想跟议员报告一下 我们为了不要蒙武焦点 我们诉求我们还是希望由吴处长带队 吴处长整个在整个研明处来做主导 我们农业处是支持 但是我们不要跳到第一线 你就有一点在推卸责任 你是怕是不是 你是有多大的压力 不是那个压力 是不要影响到后续移民在对相关议题的诉求 这个我们把它单纯化了 你都假如这个可以诉求可以成功的话 现在是我想其他移民也有够重诉求 你不能说原住民的 你就把它推给原民出去 这是你渔业的部分 我们绝对全力支持 而且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你要确定要果断一点 你知道我们这个感性 你到时候会偷偷 背后放水 背后捅我们一刀那还多了 我们坐视不出明 不出明 不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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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我们坐视 这个跟你过去的性格好像有点转变 我本来就是这样 有点不太一样 我本来性格就是不太沽�id 你是不是最近受了太多的刺激 没有 你要堅持下去 我們絕大多數的議員是挺你的 剛議員報告 農業處在這個事情訴求都在前面的話 現在是頭大的會是管理處 所以我現在講點到為止 我們假如出太多的話 將來頭大是管理處 包括很多地方都會發生這種狀況 所以報告議員 你體諒我們的難處 好的 那就麻煩你去確認 24號就請我們加好 就請加好陪我們一塊去 我們的機位是訂好了 加好到時候沒有去 沒有坐到飛機就坐船去 那現在好像有上班船 而且都跑得很快了 兩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到了 第一班是七點半 因為我們知道他七點半 第一班就到南宇七點半 我們是等黃天德議員總諮詢結束了之後 我們在一塊兒去了 是 那另外就是我們富儀區 是 富儀區目前的進展怎麼樣 目前在委託規劃階段 已經經費已經確定兩千萬 那停車場的用地呢 是否已經跟國產局取得了 我們在整個規劃的時候 相關位置我們都會請他們來參加 然後把相關單位起來再參加 那整個確定的時候 我想我們會考慮到後續的問題 事先有閒聊過 您規劃了跟國產局還沒有講好呢 怎麼可能呢 因為過程當中會請他們來參加 那萬一他到時候不同 他不同意呢 我們規劃好了他不同意呢 沒有 在過程就會請他們參加 過程就會參加 務必啦 這個用地的取得 一定要處理好 是 畢竟 這個已經是形成我們地方的 最大的一個困擾了 誰叫我們過去做得太好 是 保護得太好 現在遊客 尤其過去一直都沒有收錢嘛 只有導覽的時候才有收費嘛 所以 遊客都有向那個地方去 那造成了很多許多的亂象 也造成地方相當嚴重的困擾 所以我們務必要把這個 整體做好一個規劃 然後在不影響在地居民的權益 為前提之下 要記得喔 不影響在地居民的權益為前提喔 整個整體的規劃 可能 會 融獲有一些些可能要稍微受限制 但要取得諒解 要取得諒解 所以 跟地方的溝通協調 一定要做好 是 不要等到到時候 地方居民群起抗議 那麻煩就大了 是 那我們的一般的好意 也就變成白費了嘛 真是 是 好 謝謝 謝謝 建議大會主席 我們今天 意思聽好像有一點問題 這個音響的聲音 讓人很不舒服喔 而且那邊螢幕也沒有啦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好 謝謝大會主席 好 我們邊開會 我們那個 那個控制室 邊維修好了 我們接下來請林東滿寧議員 謝謝主席 大家早 我們這個農 農務處 沒有那個陳科長 農務處的 好 你先坐坐 那 科長齁 我們現在這個 農舍興建的 剛開始這個 資格的審查是 你那邊主辦嘛 對 陳科長好像 你對這個議員所在 人家請脫關心的這個事情 好像你都是這樣 好像應付應付 這個打麻煩人 沒有啦 因為關係的事情 其實就是人民關係的事情 我們都是第一時間 就是這處理 最好是沒有啦 假如是有的話 要稍微 那個稍微修改一下 好 那我來 就叫你一個 食指上的 食物上的問題 現在 農舍 要興建農舍 就是要先 來你這裡面取得 這個農舍的 這個資格的審查 對不對 好 那送過來的時候 假如說 所有的證件都齊前 庫核規定 我們的作業流程 大約是幾天 你就要給人家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合作 我們現在是進行 實質審查的這個流程 大概會辦很多的單位 和處事 所以我們大概會需要 至少45天的時間 幾天 45天 45天 為什麼要那麼久 因為我們現在 在做的是實質審查 除了要去看他 資料有沒有齊備之外 還要去審他 經營計畫書 那他裡面 有 比如說 在建設處 在環保局 或是在地震處 我們這邊都需要 相關單位來去做簽會 那相關的意見 我們還要再配合 一個現場 看查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樣是需要45個工作天 好 假如說 假如說 正常的是 要45天 你說假如說 那個案件送進來 都符合規定 證件期前也要45天 是 那你們來是 要還要匯各單位嗎 要啊 要匯幾個單位 要匯 科室的話 大概就要匯到 九個科室吧 八到九個科室 好 那都是我們府內的嘛 呃 還有環保局 算是府外的 喔 府外就是我們台東縣政府的啊 喔 對 可是因為 官司就是我們自己人去審嘛 可是環保局的部分 還是要審 那你們這樣會的話 為什麼還要到45天 難道你們沒有說 定期幾天開過一次會嗎 不是你們 接到一個案子之後 就要先會 這個是不是屬於 例行性的工作嗎 呃 報告議員 就算是例行性的工作 那其實不是承辦人員 只有一項工作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承辦人員 都已經在第一時間 去幫大家做 那你認為 你認為 假如說這個45天的話 那你認為會不會太長 有沒有改進的這個空間 事實上45天其實還 有時候有的案件比較複雜 其實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沒有什麼比較複雜啊 我是說 他的案件都是符合規定 如果都符合規定的話 我覺得45天算是充裕 那如果說他的政権不齊全 我們第一時間就會去 應該要縮短嘛對不對 假如說他充裕嘛 縮短的話其實是有困難性的 好來 因為現在喔 現在這個龍舍現在辦人 其實 但是 據本席所了解 中央的規定 他是一個行政命令給你們 一些審查的客觀的認定才能講 都是我們縣政府 有時候你們不曉得 公務人員心態的問題 或是你們好像說 保護自己 過度的保護你們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支付上 還有我認為 大部分都是你們的擴大解釋 不見得你們很內行 不見得你們很內行 而來影響到 老百姓的這個權利 好 那我再請問你 假如說你們四十五天 你們那個案子送進來 你們就會 就會嘛 會我們各集出來這個審 對不對 好你們審 不管你們的過程審完之後 算第一階段嘛 不見得第一階段都 四十五天都會準 對不對 好假如說你們會的時候 有一些要補件 有沒有 好 要補件的時候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 你們是比如說有五個 你要九個單位嘛 九個單位第一次來審的時候 不一定說九個單位都有意見嘛 不見得嘛 是不是 好 那比如說九個單位 有七個單位 OK 兩個單位 有意見對不對 請他補件 是不是這樣 好 那他們把案子補進來之後 你們就只有匯這兩個單位 或是還要強迫再匯一次 報告議員 因為我們現行的做法是 如果是他的經營計畫書內容是有誤善 或者是有需要在他們補充 我們會整份申請書去退給他們 所以他再送進來是新的申請案件 是新的申請計畫書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匯到其他相關的舉處 所以咧齁 我說你們這個就是齁 你們這個 人家是說齁 誓犯功倍啊 你們就是 吹馬求辭 你們現在會的 我剛才所 我剛才所講的 就是說 你們會九個單位 第一次會的時候 他不管他是誤善 或是他的資料不齊錢 有七個單位 六個單位 甚至八個單位 他們都OK 就一個單位 又一個單位 他所審的這個範圍裡面 他的證件不齊錢而已 那補進來 為什麼還要匯那麼多的單位 因為第一就是這樣 哪怕他是誤善 回去就改一下而已 那應該是哪一個單位錯 是匯這個單位就好了 為什麼還匯那麼多單位 因為其他的單位 在第一階段已經他們沒有意見了 他們也是可以通過的 所以我是說 這個是屬於行政效率的問題 還有說你們主辦的辛辣的問題 那不是這樣 哪裡錯就哪裡改 那他已經 就沒有錯了 你還送進來 還要匯 那當然那個 好來 你說正常進來就四十五天 那第二次又進來 是不是還要匯 匯的話 那如果你要講的話 也要四十五天 是不是這樣 好都九十天 那九天的話 萬一還有 還有問題的話呢 所以我奇怪 人家問我說 欸議員啊 我辦一個案件 已經半年了 要不出來 了解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我在想是說 好 哪怕剛第一次進來 為了慎重的期間 四十五天 OK 假如說 他全部錯誤 計劃書要重送 那當然是全部嘛 對不對 假如說 你們第一次來審的時候 大部分 我在想啦 大部分都會通過啦 譬如說 地震嘛 環保嘛 對不對 他們地震環保只要沒有污染 地震你土地 起的沒有問題 他們都沒有意見嘛 那既然就補證 比如說 只有補建管 或是補你們農物 就補這個建而已 那你第二次補進來 應該是你們這兩個單位 審就好了 為什麼還會那麼多單位 啊 如同你講的 你要會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主辦人員 他還要排時間啊 他排個時間就排時間 其實他哪有什麼 那個原來審通過的 你就要排他來審的話 他只有簽名而已啊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意見 你沒變了啊 為什麼還要會他 不是這樣 主長 主長 我說這樣有你嗎 是不是需要做 他有事 議員齁 對 議員你講這個齁 我常常聽說 我的陳科長 你答覆 其實我也知道 我們在審查過程當中 也有你思考這個問題 過期 我心早是兩禮拜 現在改到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 算起來時間是很久 不過我現在想齁 我們本來是覺得說 組合起來開會齁 會時間會拖得更久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流程 已經拉得蠻長的齁 是不是我回去 我再跟我陳科長 我們再研究一下 我們比照那個 那個水土保值 解水保 那個才華的方式 我們才華是一個月一次 那時候大家認為拖太久 然後這樣不好 一個月一次 現在我是覺得說 這樣的話我跟陳科長研究 細節研究看看 是十天還是十五天 我們開一次審查會 這樣恍而齁 時間排出來 我想相關單位 時間恍而來講 因為十五天 你假如我們本來想說 你送進來馬上 要會各單位 這樣弄來弄去 恍而時間又長久了 倒不如就是 這一段時間申請 十五天審查一次 所以 處長 你這樣 你講這個是一個 副案之一 你說你固定的 排十天 十五天 兩個禮拜 會審一次嘛對不對 不管你們只要 有案子叫審嘛對不對 不管幾件 不管幾件嘛 是不是這樣 剛才我講的意思說 假如說這個 方案裡面 不可行的話 我一個意思啊 像我剛才說的意思啊 第一次來審的時候 已經七八個單位 都OK了嘛 他沒有意見了嘛 叫他補件而已嘛 所以 所以假如 你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說 經過審查 比如說有八個單位 其中兩個單位 有意見 所以補進來的時候 我再匯這兩個單位 那就好 我應該就改這樣嘛 那審查的時候 我用這種方式 現在 我再研究看看 現在陳科長他講的 他現這一段的 座位方式 我們再研究看看 全部匯啊 人家別的單位 搞不好 他也是說 因為 實際上 四十五天 六十天齁 對很多人 壓力可能蠻大的 我倒不如我們 十五天一次 本來我們想說 十五天會太久 但是我們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不如十五天 開始審查會 這樣反而 速度說不定會縮短 說不定會縮短 這個是屬於一個 行政效率的問題 這個當然我們要 我們會請其他各大 那 那 那 今天 這個我就指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領導板林遠 我們接下來請黃瑞法黃議員 行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大家早 好 農業處長 是 該苦無人一到水果了 沒有 幾位了 我也知道說農業處的這個 業務的工作千頭萬戲 是 那 本席在這裡跟處長 共同來探討 是 一些相關的問題 是 請教處長 我們農作物 農產品 什麼農產品 是在田裡 還是在園裡 交易的 不知道沒有關係 聽不懂 你說什麼 香蕉 香蕉 大部分都是在田裡交易的 因為清國合作社 都是在田裡交易 在分級包裝 還有一些相關的 那我再問你 農民的香蕉 它的批發價 批發價是以公斤或是台金計價的 批發價 批發價 批發價應該是公斤吧 批發價 好 出達 是 去年 去年下半年 我們的 台東的香蕉 可以是破天價 是 那最高價有多少 我那時候知道是50 是60 最高價是75 75 78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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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75 75 qualified 75 70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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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些細微的這個小問題 也不是故意要考倒你 那你看堂堂一個台東的這個農業的大縣 靠天吃飯的農民也蠻多的 而且台東的農業一年的產值也非常非常的大 那麼今年的香蕉價格非常非常的好 那大家幽風就是種香蕉 那明年的生薑價格好 大家也是搶得中 或者是火龍狗 我想站在你農業處輔導農民的這個立場 我一直發現我一直認為 你們還是真正不夠去思維這個問題 思維這個問題 農業處也應該要去輔導農民 而且不要把它歸類 歸類為什麼在市場的機制不能來干預 不能來干預 你想一個果品 不管是農產品還是其他方面 價格好的 大家搶得中 那麼搶得中 當然產量會夠盛 產量夠盛 價格一定會崩盤 是 那會崩盤 血本無歸的還是我們的農民 我也知道說你們近幾年來 推動農產品是蠻用心的 那我的問題就是要請教處長 我們要為你抽謀 你如何來輔導農民 跟議員報告 我們從去年開始 台東的所有農產 農林漁木 都我們整個農業的地圖都有做出來 所以議員你今天所提的 不管是香蕉也好 或者其他的農產品也好 我們大概都會做管控 就是我們台東現階段 有種多少那個 那個多少的那個香蕉 有幾公頃 有多少的鳳梨 我想我們都有做這種統計 另外我們這個這個數據 全部是公布在網路農場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網路農場 讓大家都知道 台東有先來些農產品 我跟議員報告 那個 以香蕉的產量 台東的香蕉產量 照理說 你增加一個50公頃 或者是100公頃 對整個的價格影響不會那麼大 因為我們主要的影響 是在西部本身 它是不是有意外的天然災害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台東所生產的量 除了大概有一種會影響以外 因為台東那個整個壟斷台東 台灣的大概是老花老葉 這個數量假如說其他外面進來會影響 或者是說世家 我們佔的大宗 假如出口上面有影響 或其他有影響 那會影響很大 但是呢 以其他農產品 在我們台灣的所佔的比例 都沒那麼高 所以我們配合 我們那個網路農場的行銷 事實上就讓人家知道 我們台東有哪些農產品 我們現在目前農戶 包括我們黃岩 你也在上面嘛 有900多會 現在名字都在上面 大家能夠直接找我們農戶 或者是找農會 或者是找產銷班 我們的目的就是 讓它的產銷多元化 所以過去紅里 從才5公頃10公頃 到去年的40公頃 到現在今年可能超過100公頃 相對的 因為它100公頃的話 我們的行銷 我們就必須要更擴展 所以這個行銷擴展的話 就是在從 不單單是說 這個 這個說在現貨的買賣 在網路上 在媒體上 在各方面的來講 能夠用那種行銷 我覺得那個可能影響更大 那個處長 處長我的意思 是 是不是要防止農民 一歐風的搶中 那種狀況 就你剛才所說的 你這樣可以 也當風機的農民 跟一歐風的搶中嗎 我們主要 我們主要現在我們的農業是 這個種植不動量 而且現在政府也在推動 這個精緻農業 當然植最重要 量多也沒有用 所以不論如何 各農特產品 一定要建立這個品牌最重要 這個很重要 建立本來最重要 也不是說你一直在推廣 你推廣產量過多的話 你價格一定會降下來 當然今年的香蕉也是 蠻多人是搶中的 那未來可能是 天災可能會影響到 這個 香蕉的價格 比如說香蕉 這個 颱風 是從南部過去 當然 台東就沒有受到天然災害 可能 香蕉價格 可能一路飆 那這方面 我們站在我們本身的這個 人道立場 我們總不能說 這個颱風是做到其他的縣市 所以這未來 如果沒有天然災害的話 包括屏東 台東的香蕉 可能是生產過剩 那未來如果沒有天然災害的話 香蕉價格會一路降下來 所以這方面 你站在農業處的這個立場 也要用什麼方式來去輔導農民 輔導農民 所以一野你今天講到 即使就是農業的最大的一個課題 就是在農業來講 最重要就是你講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般農民是重視生產 事實上工部門應該在他的整個的銷售 就是包括行銷 包括做其他的產品 或者加工 或者是行銷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目前工部門那個幫忙 就是讓他的銷路 他讓台東的香蕉能夠品牌打出來 台東的香蕉 人家只要說願意吃台東的香蕉 只要說大家都是台東的香蕉 這個品牌的話 我想這個品牌我們台東的香蕉 大概就他的銷路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品牌很重要 我覺得我們會配合意 我也希望你 未來對於這個輔導農民 多用一點心 多用一點心 你要不要再請教 肉品市場的負責人 經理是什麼人擔任 負責人 負責人是縣長 不是 經理人是我 經理人 你不簡單 身兼素質 可見得你的能力非常好 不是不是 縣長也蠻器重你的 我有一點小事情請教 是是 前幾天有人 要我買一頭豬 然後到農會 還問我 順便拜 拜託農會 去買一頭豬 結果奇怪 我買的這個豬好像比較貴一點 原來我問起來是母豬 母豬比較貴 那 公豬會比較便宜 那我很納悶的 為什麼母豬會比較貴 公豬會比較便宜 我要請教處長 既然你當經理的話 我就請教你一下 我總不能白白的浪費 那幾百元 一般公豬比較臭 不可能說臭 其他我想就這樣 不是啦 你今天當經理 你要了解說 母豬 他的品質 肉的品質 跟公豬的品質 到底是什麼原因 這個有時候 你問這個的話 我有時候就講到這個性別 因為我先用性別再討論吧 其實你為什麼說 我舉個開個玩笑 像我的皮膚 我的皮膚跟那個油醋澡就不能比 油醋澡皮膚就很好 所以你不要動 我會有個時間 我的時間到了 是是 處長 我問起來 他因為母豬的價格 為什麼會比較貴 因為母豬 牠本身有發勤期 所以食衣量會降低 食衣量會降低 他的肉質會比較好 瘦肉比較多 另外 他又給一副生長 生長 那公豬就像我一樣啊 這個食衣量蠻大的 鮮量蠻多的 那肉質可能會比較不好 肉質比較不好 我想這個是大家共同來探討 我們知道這種狀況 是價格不一樣啦 但是是不是一眼這樣講 我當然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去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 好時間到了 我們明天再共同來探討 好謝謝主席 好謝謝黃瑞瓦 黃議員 等一下會後再去看看母豬 跟公豬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接下來請 是黃瑞瓦合議員 好謝謝主席 我們在座 各位大家早 好 秀先 我也請問龍瑞瓦 我剛才聽我們黃議員說的 我現在想到 因為那邊關山是米跟你們這個 黃瑞瓦的金蟲合議 是 我們日本這裡 我們這邊這裡是這個 石鞋問題 是 這個石鞋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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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最近我有聽說 我們這個 我們出口的都是往來駕駕駛對不對 是 現在聽說有那個大小的駕駕駛 現在研究出來還可以揭動10天這麼紅 這個潮汐你知道嗎 議員那天東大利記者會時中我有在庁 當然他這個研究 跟針對不同的記者做研究 現在問題是我們的駕駕駛工要去北部 比大陸北部 北方那溫度比較多 他現在做試驗的是七分室 來做實驗 本來可以研究10天14天 但是問題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普通駕駕駛工要大概9分 最多鋪鋪品就要高分太慢 否則如果真的7分的溫度比較多 他那個鋪鑛是用在那道的溫度 你若說溫度在外面溫度 或什麼溫度比較多 要闊掉了 所以這問題現在你試驗的問題 實際上可以用還有一個差距 但是我相信大牧師家如果前期 如果有一個強行就是 因為大牧師家從外賣到 用差不多有一個星期五、七、七、天 但是如果我們有直航的專機 這樣來台灣處理兩天 過期還有四、五天 那可以 但是剛才那天說實驗的目前 到實務上要處理 可能還有一段差距 處理 因為我口聽 跟我們長官記得去問問這個同民 這個解釋跟你說的不一樣 這個同民說 他也有知道現在有研究說這樣 現在要了解說是有還是什麼 他說同民說不一樣 現在人家研究出來已經去找找 這個東西已經拆掉了 同民也不一樣 那還沒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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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算起來 那看來他本身的 還沒登入 他現在被人說這 他要研究這 是油耳全的動物 還是什麼 還是要研究 洗過 也許油耳 也許用什麼生產水 惡氧化粒的 還要把它噴下去 然後用過作包 用什麼 蒸一包 用幾個溫度什麼 所以那種的經驗 跟阿伯 我們世界上要用的 還有一個差距 還有一個差距 有一個差距 那不會完全成功 那不會 他現在用的運動的經驗 跟阿伯 我們世界上的 都不一樣 我們像石膠 我們普通石膠 你萬二萬九分 他現在是用七分來做實驗 那不一樣 不對 我現在是說 是 我們 新年我們農業團員 以後 他出了這個經驗 也研究真的成功 還要不要把農民這個管理 都沒有廠商 以後 這個議員在放心 我們很關心 農委 廠商 沒錢沒錢 北京說他們拿鑽利 農民就還了一筆錢 也這個福利農民都沒有得到 請我們農業團員來支持 是 這個管理也要重視這個 這要注意 是 現在農民就說 沒好 人都人北京 會聽風聲聽 沒有 那天做的 當然我們下客 有這個方向 可以在試試看 但是要不算起來 這要不算這個研究 我不會完成 好的 市長 現在我問你講 我們農 農業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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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這樣 一千萬 一千萬做什麼 我問你 盡量是 比較小 比較緊急的 一千萬就不用做了 一千萬 這樣 那些專家的農民 那些農業 要維修 台東 農業官 你變一千萬 這個 維修這個農業 我告訴你 過日就過日了 是 希望說 希望我明年齁 結編一些錢 過去已經 本來他們都不一樣 親手了 明年齁 結編一些 把這個農民 過去 那些農民 拿了 那些農民 拿的都只能靠一靠 我看到時間 那些 很明顯 看廣東 看廣東 一回來而已 農民一定問什麼 問這些議員去檢查 一到一到沒有 當時要做什麼 我就抱歉說 經濟不便宜 想問我怎麼不知道 一定知道 但是你們喔 我想說我們農業處 比較主張農民的 啊不然就整個農業處拐拐掉了 不要去做 啊你便宜我們 啊不然照顧農民 那薪水就比較多 別人要做什麼 對不對 啊希望國內就是什麼呢 跟我們的這個 很多道路 齁 跟保鑑榜的 我們農業處都沒有幸福 希望說我們農業處這齁 以後繼續 齁 齁 再跟官長說一下 我告訴大家 我的官長說 是 建議 其實旅遊玩家人一千萬一あiras 齁 他咁 替東�ne也要去家 accomplish 啊我們要去隔夜 那還是一年最少 再多幾言 一年最久最久也有五六千萬 所以世界上 但是那比較大條 那比較價位性 你如果說臨時性就要去問 因為我所在 我有五條 要做農民說的 別說了 我們就說的 有體驗四五條 到現在一條 我已經有做了 那當時地本的茄子 茄子? 不是啦 那條什麼 鴨蝦 什麼名字 那條有留體驗的 我有做了 有年 你說陳世久 陳世久 那是精靈 那跟農農又不一樣 我現在是說農農 你講過了 都會記起來 精靈的 我有去看 我做了 再去看 我剛才精靈好老婆 那條我都不用再說了 我告訴你 你講過了 還有就是說 我們這個 細嘴 細嘴石 我們觀眾現在都沒有編嗎 有編嗎 有編嗎 議員建議議員就做 建議 那不可以這樣好 多位你呢 建議 你建議了 建議 你建議 那兩名去我家就說 我的觀眾說 你議員回到那裡就有了 對對對 你建議了 你做大開開就有了 對 我們開開 我們錢要來 李平 你看 我們只能買人 因為我們社團的設備就不夠 是是是 又做漂亮 對嗎 是是 要討給那些錢 所以說你們也沒接受 我跟他們說 叫議員回到那裡就有 那都去我們家說 那是大家八卦知道 議員回到那裡就有 那不是我跟他說的 他大家都知道 議員回到那裡就有了 他都知道 所以說 你們都在這裡 我們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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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說 我們的山頂 像這次火車這個 那個人在山頂 跟一個農民 在山頂 有那個水果欄 比較沒有水果欄的地方 也有火打不好的地方 水放來 有土水 所以說這個水果欄 也覺得比較重要 農民現在一年 天氣一年比一年還要熱 所以說這個 也沒有這個水果欄 一個水果欄 一個水果欄 一百檔 欸 市長 我問你 喔 你在沖 我問你 那個水果欄 一百檔 在山頂 噴水 人家噴水 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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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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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消耗安全也有關的 山上水不能把人家有水骨 讓我們消耗安全出來 雙重就是暖天的水質量很大 也沒有水農民的水 農產品就不用受盡了 這比方說我們農業室這裡 比較主張 我們台灣最近關公 關理室那邊的錢 開始就花了 農業室這邊都不敢開錢 當有農民在反應說 我們都注重關公 把農業都大行錢都不愛開 我說也都賣 農業室不是在變調去挖 管理室也好 就管理農業室這樣 管理農業室 阿醫生啦 要用醫院的醫療 盡量給我們開錢 這部我的割金座 協調美女都可以看得到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王惠龍 王惠龍 我們接下來請洪中凱洪眼 刑長時間10分鐘 謝謝大衛主席 我們首先請農業處長 所長剛剛王議員講到的農業區的道路部分 這真的是我們切身之痛啦 這麼多農民在說 而且在都市計劃內的這樣的一個農業區裡面的道路 好像台東區裡面 常常有人在走的地方 那有這麼多都沒有失作 那這個速度到底 依目前你的統計啦 台東市區喔 我們台東市這個都市計劃區裡面的農路 原本就已經有計劃道路的這個 有計劃道路但是要不失作 這樣比你有關嗎 農路照你說是沒有計劃啦 都市計劃道路是整個都市計劃道路 農事計劃道路裡面沒有失作的就是 你有整個但是沒有去失作有這個嗎 其實台東市比沒有關的 有問題的 大家就在台東面土地情緒問題 不然就是有地上有啦 目前啦 過去來說 其實都市計劃裡面的錢是比較多 我跟議員報告喔 過去我們的 差不多十幾年前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們的農業相關檔會 其實那時候整個管制府最紅的是水保科的科長 那大家處理這樣大家 大家都要去拜託 那時候可能喔 辦理單位最多五百萬一千萬 不然要十多二三千萬不得了 他們的出門差不多幾億 差不多兩億 所以那時候是政府變成說 我們的社會福利 無法破片 現在社會福利和這個經費都差不多 沒有 譬如農委會百一千億 等到社會福利就差不多七八百億 沒關係啦 所以現在機會就沒有了 這個東西我們比較公開 就是說喔 如果大家拿出來這個訴求啦 譬如說我們的議員拿出來訴求 可以做不可以做 你盡量趕快告訴大家 近年度的經費總共多少 你說一千萬 剛才你說中央還有補助 補助那時候都有計畫 所以一定要比較大條 比較大條 有啦 我建議也沒有大條 但是也沒有做 普通我們會把你們比較大條 那種我們會送水保序 沒有啦 我覺得不是看路的大條 是看議員對一個比較大條 沒有 那沒關係 我的感覆是這樣啦 因為台東分局核定的 他們跟他們的使用用途有關 那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他也是有編號啦 社長 這個部分我們盡快啦 就是能夠盡量爭取精備 在市區的待當期的 我跟宏爺報告 我可能現在開始要拜託你了 這幾天開始要拜託你了 可能5201農委會那部份 包括中央很多黨委 拜託你 尤其吳秉瑞 我看他 這沒有問題 拜託他們 但是拜託人口氣也會比較好 我們來看 到時候要怎麼處理 我們準備好 除了我們準備好 因為我相信 吳秉瑞是 過期你們的好朋友 所以我相信 透過他們來透過 我看有機會嗎 好 大家一起來努力 但是我們很多市區 這個妥善率的部分 不管是已經有蓋好 然後破損的部分 甚至於都還沒有蓋的 人家有提出這個需求申請 我們盡量做一個精力 到底還差多少 需要多少 他的優先順序是怎麼樣 我們盡量來爭取 這樣好不好 謝謝處長 一起努力這部分 謝謝 再來我們請管理處長 處長現在齁 大家吵得沸沸揚揚的問題 美麗灣這個案件 現在已經被判定業了 環評的部分 那請問你接下來美麗灣 打算要怎麼繼續走 打算怎麼走 我想現在的美麗灣的部分 是環評跟復工的部分 都已經被判 就是已經定業了 那目前還剩下建造的部分 那建造使造的部分 目前還在上書當中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 整個的美麗灣 也要等依照合約的相關後續 看要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也是發文給美麗灣公司 因為要不要繼續做下去 我們還是要尊重 美麗灣公司的決定 那我們先講環評的部分 環評的部分 確定已經定業了 那他如果想要再繼續 我就是扮演 我繼續要經營下去就對了 是不是他要重新做環評 現在如果按照原來環評撤銷的那個 因為是行政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它裡面提到大概都是一些行政程序上的問題 那現在就是我們也還在等美麗灣公司 看他要不要重啟環評 這個目前還沒有得到他的回應 目前在報章雜誌上面看到的美麗信集團 他的說法是他打算發文傻盪氣了 而且呢他打算跟台東縣政府申請國賠 然後呢再來呢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今年的夏天開始 他已經公告五月份開始嘛 他的海灘他不管理了 他也不派那個救生員 請問你按照這個 遠當初跟他簽的這個條例裡面 條約裡面啊 應該是分成兩個部分嘛 一個部分是海水浴場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飯店區域 那個他開發的那六公頃的部分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合約嘛 一樣的同一個合約 但是他把它區分出來兩個區域嘛 對不對 他山原海水浴場的部分 這個海水浴場部分 不能因為這個開發案 有沒有通過他來決定 我要做不做啊 是不是這樣 合約裡面的問題 在我們的合約裡面喔 海水浴場跟飯店 他是在同一個區域裡面啊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 就是復工的部分 是判決就是不能復工 已經定業了 也就是說他 他是訴求是說 那既然這樣就是 他不能進行營業的行為 那所以海水浴場的部分 他就有深有來 認為說這不應該是 要在營運啦 營業 所以我們也同意他就是 暫時就是不營業 海水浴場的部分 不是營業耶 他當初就說 這是他免費提供給台東市民 這個 有沒有按照合約總 你覺得他現在這個做法 5月1號開始 不派救生員在那邊 就是我 因為我這個 這個 上面的開發案沒過 所以我批毛賣 你們這個部分 台東市民 對我不公 所以我對你們也不要有益 所以你們就自己去 留院要出事 你們家的事 他這樣子有沒有在合約裡面 他有沒有違法 這個是我們有跟律師 跟幾個都有討論過的啦 有沒有違法 目前是照合約的規定 是沒有違法的 那我們簽的合約有問題喔 他匡的這個地 他沒有辦法開發 他違法開發嘛 現在的法院判定 他就是違法開發嘛 他還品的部分違法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 他自己做不到事情耶 但是他在懲罰我們台東市民耶 整個台東的縣民耶 我們縣政府就這樣子 任由他繼續這樣子做下去嗎 因為還是回歸到我們的合約啦 所以我們合約裡面 有一個協調委員會 那雙方的協調委員會 有針對這些 都有討論過一些 除外的情勢的認定 那所以當時就有 有針對這個部分 就是同意他 這個時間不營運 所以同意他 所以同意他 這個時間可以不營運 可以不用派救生員 是我們台東縣政府的委員會決定的 所以這個責任是我們要背喔 是吧 現在目前是我們決定的嘛 不是他自己片面決定的 不是他有提出來的 這個責任推回來 他提出來不是我們要求的 對 那他提出來之後 現在是我們同意他喔 現在責任又是台東縣政府要背了喔 我相信今天的質詢出去 台東會有很多人 光在Facebook上面 大家一定罵翻 台東縣政府決定了 讓他可以這麼做 這個委員會 你覺得要不要重開 再重新討論一下 今天我在這裡提出要求嘛 你們回去再重新討論一下 他這個做法合不合理 合不合規定 合不合大眾的期待 因為這個部分當然針對海水浴場的部分 目前他的是按照協調委員會說 因為有一些除外的情勢 就是我們的復工的部分 不能復工這已經有定驗了 所以他的請求是說 那這樣整個範圍包括海水浴場都屬於 他都範圍內 所以他的訴求是 就是 今年暑假就是不營運啦 市長兩條路啦齁 跟美麗灣他們講 兩條路 第一個 他好好的再繼續弄 這個 海水浴場的部分 在今年夏天 在他合約還沒有解除之前 他就應該按照合約來走 第二條路 他來不快做 他就向台東縣政府翻譯台東縣民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嘛 他不能在這邊站著這個地方 站著毛坑不拉屎啊 那是我們大家的公共財 不是他自己私人的 不過 市長我再問你 這個 這一件事情齁 那叫什麼 送到你 艱苦到我 這個 這個廠商齁 送你 你是在說那個 那個手上齁齁齁 賺錢他在賺 當然是要不營運啦 萬一營運 賺錢他在賺 但是他撕裂了台東人民 你的情感啊 我們幹嘛去那邊討論 美麗灣 這個要不要蓋 要不要怎樣 要不要拆 你就不要違法做這些事情嘛 你合法的去做 誰會管你呢 沒有人反對開發啊 我們反對的是違法開發嘛 喔 市長這件事情 等一下再繼續講 但是我拜託你們回去 這件事情重新討論 不然這個責任 繞在我們台東縣政府的身上 好不好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好謝謝洪中海 侯友還侯友我們 接下來請田師兄田議員 好謝謝主席 欸 我先生我來請農業術 我們農務科 農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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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裡面還有 我接到這個人民的情願 對 我想要 我們這裡目前 我們這個農藥商 台東縣政府也有 為了這個農藥 裡面這個農藥競爭 非常激烈 如果有一間手上 可能牠是比較燙 跟台東 我們這裡所有的裡面 這些手上 好像都合不來 那最近 我就接到那個 我們 我們 要去辦那個引擎 我們農務科這邊 就給他發一個公文 所以 有一點就是我們 那個 農業裡面的 那個發展條例裡面的 第十八條 第一款 所以不宜再細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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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農業不是他的 因為 他是人租的 所以現在不能開 我請問 我們的科長 這個事情要怎麼處理 基本上先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農社基本上就是要維持自用 這樣的一個原則 所以農社是允許去做零售的農藥販賣 這是合法的 但是在自用的情形之下 那如果今天你是租用給別人了 那就沒有符合這個自願的原則 所以開農藥好 科長 科長 你說一下我知道 對對對 那是不是有特定對象 沒有特定對象 這我們的標準都是一致的 那我們審查的 那我請那個 那個 我們的那個主辦人 廖先生 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基本上我們總結這邊也是跟那個農藥販賣業者這邊有跟他們說過 就是農社不可以用租的嘛 那其實因為現實 科長你大聲一點點好不好 好 基本上我們會請農藥販賣業者 他在另循一些合法的一些設置的地點 也是為了長久的合法經營 那目前我們台東在賣農藥通通有合法嗎 我們現在已經發出去了33張的一個患者 那其實也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那現在要追究責任要怎麼追究 追究什麼責任 當然當時他申請的時候也是你們訊息他的啊 以前的狀況是以前他並沒有去很明確去對 那就是你政府不對啊 土地的使用和所謂的建物的使用 那現行的患者我們是需要去做審查的 我們台東現在是一個在轉型的一個縣市啊 所長我來講過說 我們這個泰國政府今天就不好你知道嗎 只要一百年最多麻煩 那不是發錢沒辦法歸歸 就每個人都來講這個案件 結果這麼默默的齁 沒人沒過完 人家都撤的 撤才議也不好 好 這真的發揮啦 當然是你們是怎麼遵守他啊 你不要遵守他就好啊 台東先政府只有一個耶 我知道 那要還有第二的管理政府 有沒有小長 沒有 對啊 是 是你們發的 現在不 叫他們不能做 那花下去那一個錢 中華有的不大堆 台東縣它現在正在轉型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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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 中央就對我們平安地區來講齁 就比較不在照顧了 人家就說 因為 台東已經有少 要跟政府想要比較慢啊 我們沒有去 甚至用 從頂門來處理這些工作 因為你跟不政府 在我們的 我們的商業區 我們的什麼區 你跟我們去創五人用 沒辦法嘛 你們也是沒辦法嘛 是不是這樣 我不是跟我們的機率 你什麼 在哪一個地方 通常都是 本屋是一樣的 是這樣 你自己可以開 現在自己不可以開 人家的錢 用來負責 我在想 我就覺得 市民 你們裡面是不是 有特定的對象 還是 你們在操弄 我絕對沒有特定對象 報告緣 我們審查的標準都是一致的 可是我是不好意思 我叫你掌握而已 真的有這種事情 八成的事情 我們 我們政府機關 某些人 想要修法的事情 他要去欣賞 什麼人 那是一個良性的問題 那是一個良性的問題 我希望我講這些話 你們才會痛悟 所以這個問題 你現在處理這樣下去 好啊 那一天陳志豐議員 也在講 兩百多千 台灣四公所 都踢過來 憲政府 現在都要叫觀眾 你來處理啊 看你們怎麼處理啊 當然 這個案子 什麼人家 是個個性的主管 你留的嗎 你看 你們的主管 你吃得很好 你吃得很苦 你不知道八成的感覺 對不對 我不是說今天要發老少 真的有看到那個 你遵守 你怎麼要 你延遵 你不遵守 你委員什麼 什麼條例 什麼條例 這個人 都要 都要 冬中 已經稍微 不得快 我們要做 開始 在台中 宣言 跟我們台中宣言 通通地做說法 那些人 都不是 大家 自己的 都還 去開金嗎 那八成 不知道要去開 我講得清楚啦,那八成都不是給他開 所以我希望說齁,這個問題齁 你們現在還發三十幾年出去了 連到的雙鞏,我剛才這樣說的 幾六百間,現在整個台東暖操操 柯長,你叫這個 那個人要出來了 剛好早 我請教你 我們現在農舍,到底會準還不準 什麼農舍會準還不準 農舍 你說農舍齁,向議員報告 你說農舍齁,你不要再推廚了 我是要聽很多 議員我算起來齁 會準就會準,不準你才說不準 議員現在對農舍的心臟 我最近也一直想辦法說 看他用什麼方式來處理,可以更快 讓民眾知道,他的黨還是不行 所以,剛才林董媽他也在說 議員你也在這裡嘛 所以我剛才有特別跟營會科長說 我們現在半個月就要心臟一次 用團體的,我們可以用整個小組的來心臟方向 把速度用得快 可以就可以 不行,你要讓人了解什麼原因 旁邊有五個黨員,你有什麼原因 直接說出來 跟統帝說你五個,什麼原因不行 這個五個原因不行 我們要說清楚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是去年八月之前 八個月時間 我們總共兩百通行申請 既然我們最快的兩天三天就有 差不多一百八十幾間 是嗎?目前這樣會準 目前這樣會準 目前這樣會準 目前還會準 在你的手裡面 你怎麼準 在今年就在你的手裡面 你怎麼準出去 嗯 準兩間 準兩間 那兩間有什麼比較特殊的嗎 沒有什麼特殊 我普通你準這個沒有看得到 奇怪 今天我所聽到好像都不準 啊 你想我去年也是說 我一百八十幾間 兩百幾間準一百百十幾間 都會有兩天三天到他 但是告一以後 農委會和內政部 他整個改成實質審查 不就是書面審查 現在變成實質審查 那一國人又沒有打擊 現在正常就是不準就對了 也不是說不準 就是心臟他的影響 我如果說那個莫理兩可 你怎麼會這樣 我既然說莫理兩可 你如果說莫理兩可 我就跟你撞我 我跟議員報告 我本來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我們的政府 我也說希望 以後新政府 可以改善我 政策這六八十的問題 你像我們台南官 農政這個問題 那個議員官裡面 務財的東西 平常現在我們全國 這個農民實在行 一個農民要不可以 蓋一間住 順利我來報告 他沒有去準備五年 只要去農的就職 不然他沒有走去 如果我們現在還有這個 我們現在還要管理 辦法 這個要求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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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我剛才說的 我跟我們最近 蓋的方式 我很快的時間 如果可以 我今天就討論出來 馬仔跟議員 我們現在工作檢討 我來順便 馬仔我們身體 要來處理 好 好 我們要在 好 主長請坐 謝謝主持人 好 謝謝田司雄 田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林三天 林議員 謝謝 大會主席 曾文治 來出院 我請教你 是 對這次 台東地檢署 習主任檢察官 他在調查一個台東 縣政府的農業處的小金庫 你是否認定 有小金庫 請我回答 注意回答 習主任檢察官在聽 這個是 尊重檢調的調查 有小金庫沒有啦 尊重 這個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你調查後 不知道就對了 你調查不到就對了 沒有啦 你個人你有調查沒有啦 我都去了解 你了解後 你了解後 習主任檢察官說的是 是素質還是白痴啦 這我沒辦法去 評論一下檢察我 我請教你 你來調查過程當中 你不要跟查黃 有七弘處長嗎 沒有嗎 不要叫他來問 這到底台東是怎樣 你說明一下 沒有嗎 我們 有沒有啦 講重點 有沒有 我找你 沒有啦 你找過他沒有啦 議員 我請教你 你們注意看 那個螢幕把他放一下 那看一下 先看他們 臉相 五七弘處長 你們有沒有跟他 查完過 小金庫的問題 有沒有 科長 三個位請回答 再問一次 在這個小金庫的調查過程 站在陣風處 有沒有 有沒有 調查過 查訪過 吳慶龍處長 有沒有 習主任 檢察官 調查我 拜託一下 台東人在看你 這座陣風處 都說白痴啦 那個 市立貴處長 我請教你 是 你有用他的談 對這個小金庫 站起來 還沒有叫你做一下 請站起來 還在質詢 禮貌一點 你們要注意聽 我答案的主席 還在急急過關 這個跟你們有相關的 你們那麼大膽 尊重一下 你有向他的談 就這個小金庫 你有說的 3月3號一天 調查 台北市調處 到管建府 請我去調查站 那件事 對 對 那天調查過 不是有沒有被約談 那天調查過 有沒有被約談 調查過程當中 我問你 你比較注意聽到 你回答 直接有沒有被約談過 有找到 了解 有沒有到 台東地檢署 沒有 我那天調查 我那天調查 沒有問我小金庫的事 我那天調查 沒有問我小金庫的事 我那天調查 你說你怎麼收費 沒有 那天調查 那天調查 那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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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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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你 是 你們的教室有多少人 共約談 我到目前為止 我知道 我知道 是 兩個 行銷課的同仁 到我的副處 到我四個人 好 好 那個 那個 你們那個水利科 你們那個水利科 有這裡嗎 你們這裡有水利科嗎 水利科 那不然你們那個 之前要關起來 那就是一個科 我叫他把那個單靈記 送過來 什麼靈記 蛤 什麼靈記 不要繼續騙 我跟你說 水利科 水利科 你聽聽我說 但是 端正兩個字 自己人報告 我們兩個實施十幾年 我相信 你以前實施 我到現在 你應該會覺得很高 那我請問你 你沒有看到人 我請問你 是 台東縣政府為什麼 都集中在買茶葉 在某一個泰瑪裡 的一個茶行 買了多少茶葉 鄭翁市在查一下 我說這樣 你很了解 這個人 我沒關係吧 我就說你聽了 你注意聽就好了 這個人目前 在管政府裡面 在大人的生活兵 他的親家 在泰瑪裡 你回去給他查看 看這幾年 台東管政府 所賣的泰瑪裡 泰瑪裡已經 你去查 我說這樣 你就清楚了 你把香港單位拿來 問看他們的泰瑪裡 在台北 白蘭 政府公司 站在台東縣府 這個位置 我來幫你問 你們 好像不痛不癢 十分鐘而已 沒什麼好問 要問去 地監署問 鄭峰市 既然 對於這個案件 習主任檢察官 他已經在 正 正辦當中的案件 你鄭峰市 本來就要配合 把相關人員找來 問問看 當年是怎麼樣情況 你們還有了解的責任 所以你說這個有所謂嗎 你有這個職任嗎 其實 因為那個鄭峰市的立場 我們有這個職任 也有這個議員 好 那你就這個案子 你 炒謊了多少人 幾個 你黏出來聽說 幾個 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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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查過 觀眾裡面幾個人 幾個人 在這個過點 爭吵不公開 這個上 我也是有跟議員接触 沒有啦 沒問你啦 幾個人想你的查訪 幾個人 你說來聽說 說有檢察官庭 像我的董事員 我都有去跟他 來 你說什麼 來 你說什麼 來 你說什麼 親才說什麼 不要離開這個範圍 在信府裡面 有涉案的人員 你訪談 你講三個人就好了 正因為我在這裡 沒有訪問 沒有訪問 你有調查嗎 其實我說這個過年 沒有啦 你有調查嗎 你有沒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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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報告 我告訴你 你去查 我告訴你 你去查 這個過程當中議員 也都有電話 你關心嗎 現在我告訴你 你去查 我正式報告 你檢議 你要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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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你要炒嗎 你個人 台東市白爛 你要炒嗎 現在我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我現在說你聽 你要去查嗎 你要查嗎 現在我們是 配合檢調單位 配合 你要配合議員 要跟你諮詢 你要就要坦白講 有啦 議員你這時候 我跟他同事 過程 我什麼經驗 其實訴訟啊 在偵辦的東西 由檢察官去調查 議會的執行權 你就要坦白說嘛 你在這個案子 幸福事案人員 你查訪了多少人 你講三個 其實在過程當中 我有給議員報告 議員也應該知道 阿吳進郎 你不要問過就對了 不要問過 不要問過 錢榮越處長 就這個案子 叫他來說明 有沒有問過 錢榮越處長 我們就說 我們當然不知道 這個小金庫 有什麼理由 那就是 習主任檢察官 在收訪嘛 對不對 在找查嘛 是不是 那是你說的 我沒有啦 你現在跟我說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說的 檢察官就是在跟你找查嘛 沒有 我沒有這樣說 你是因為檢察官 查的是不是 我 我 我沒有這個 這個那個 算 入局去講 檢察官 要殺啦 用心就好了 官員科長 你不要表現不耐啦 你說你要端正 那是你自己說的 有沒有端正 都讓你認自己知道了 我很清楚 你很清楚 那你有沒有跟 相關榮越處的人 去吃過喝過酒 有沒有 沒有 對啊 你在我服務處 當然很正常嘛 很開放的地方嘛 我現在是在說 你不要避重就輕啦 不要讓人收起啦 對我來說 跟議員喝酒比較重 啊 跟議員喝酒比較重大 跟誰喝酒 在你那邊 跟你喝酒比較重 然後避重就輕 啊你在我這裡 服務處是公開的 這個有什麼好講 就是很公開 很健康的 有什麼好講 我是說你個人的操守啦 我個人操守 你可以檢驗啊 好 你有沒有跟榮越處的人 去外面唱歌喝酒 有沒有 我跟台東縣政府 多少人在外面唱歌喝酒 好 你喔 是啊 可以嗎 我們用自己的錢不行 可以嗎 自己下班時間不行嗎 你有出過錢喔 我怎麼會沒有出錢 什麼時候出錢 來 那你證明我沒有出嘛 刷卡嗎 那你證明我沒有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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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去開地 跟憲法官員去喝酒嗎 我花錢的 你花錢 你花錢 怎麼樣 在餐廳裡面吃飯是不是 是不是聽到啦 情緒稍微控制一下 要跟你說我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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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流口 你又 正方人員還可以 正方人員在外面吃飯 正方人員不是人 我來說話你老鼓麻煩 不能跟憲法官員正常吃飯 你公園還對 你公園還對 沒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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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時間到了 比較清楚 我很清楚 你很清楚 不要中調的先都說不好意思 你已經想要我流口 不是嗎 你以為你歡迎 好 謝謝黎三天的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謝謝你先言 主席 好啦 我們現在 來關心一下 看段影片 來一點輕鬆的 各位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們綠島的路線 這個路線應該是 在綠島應該是相當普遍的 有時候晚上 我家門沒關 他就自己走進來 趕都趕不出去 那個綠島的路線啊 非常的壯 壯 壯 但是呢 因為最近這幾年呢 在開放這個 綠島的觀光啊 他路線喔 他有一個殘暖季節的時候 他是沉寢結隊 要到海邊去殘暖 他在這個潮間帶 把他的卵 用後面兩隻小熬子啊 把他的路線喔 的卵喔 全部夾到那個 海水上面 讓他腐化 腐化以後喔 他再上來 在路上 過他的生活 那 因為 這個 季節剛好也 跟我們 這個 這個 旅遊季節啊 是差不多 是 重疊在一起喔 所以這個路線 常常喔 一整個 環島公路啊 全部被壓得喔 真的 慘不忍睹啦 像二次世界大戰的 諾曼帝的沙灘 那我在想喔 是不是我們 縣政府 對於這種 觀光價值的重要性啊 是不是應該 大家來關心一下 當初 為了讓雞雞蟹 能夠到海邊去產卵 所以做了 蟹 蟹類狼道 但是這個狼道的功能啊 並不是很健全 那表示專家不夠專家喔 啊這個路蟹喔 你看那個影片喔 那個整個在路上的 那個全部是被車子壓死的 這個東西 全部是被車子壓死的 那我們是不是 這個相關單位應該是農業處吧 是不是農業處 是吧處長 處長我 我這樣子啦 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立島自己有義工喔 他是在那邊拿著指揮棒 交通指揮啊 我們應該理浪路線先行 那這種不是辦法 因為他也是業者 然後一票業者他晚上 把他要帶 在旅客業遊的這個時間 挪開來 對他造成非常的不方便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我們 是我們縣湖喔 為了維護立島的官方的資源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 主導這個議題 這個路蟹在哪一個地方出沒 大概他會從哪一個地方 經過 就是橫越這個環島公路啊 大概有固定幾個地點 那幾個地點呢 我們是不是 讓他在做這個寒洞 然後引領他從寒洞 下到海邊去 啊不然喔 真的是立島如果要維護 這個觀光之眼 應該是怎樣 你知道嗎 所有立島的環島公路 都全部用高架橋 那不然野子蟹也要到海岸 到潮間太極產卵 雞雞蟹也是 這個陸蟹也是 那這樣子的話喔 自然而然這個 機車 汽車機車就是他的無形殺手 那車曬過 真的心裡會很痠 把他搬來 都把他壓碎了 那我在想說 是不是農業處我們 挑一個時間或是 處長你交代 承辦的科試 跟業員報告 我到時候就要管理處 還有建設處 我們看怎麼方式 因為道路的施作是 是建設處 至於相關的部分 管理處那個有關於觀光的行為 還有另外 我想我們來研究一下 我知道 過去的話江處長他很有經驗 所以在做廊道說是江處長在主持 所以我覺得說 由於管理處來著急 我們兩邊來配合他 來處理 等一下我就把這個DVD 拿給你們 你們call一下相關的幾處 江處長都著急了 你們就 我們來推動這個 稍微看一下 那個內容 因為這樣子看比較不清楚 那個內容是 他的大概裡面還有更多的內容 這個10分鐘短短10分鐘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也知道 我知道這種狀況 所以我一定會配合 對你們 現在我們就是這樣子 我們這種東西 花錢很值得 但是不要花冤枉錢 就是不要像 上一次那個機器械那個 那個專家寫一寫 然後弄一弄 結果那個效果沒出來 這樣子的話 我們反而會得到反效果 會讓百姓 就像他葉也講的 就是說哪一個地區 做高價的方式 那個是比較實在 因為那個這樣的話 至少有一個交價 那個他在過路的時候 從底下過去比較容易 你假如說 走一個狼道 那個穴有時候不聰明 有時候他走上面去 就是你如果狼道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 請專家觀察一下 他是怎麼樣的走 怎麼樣的橫越馬路 齁 如果你要他狼道 你要他 他其實在做狼道 並不是只有做那一段而已 他前面的水溝啊 前面會拉到很多長之前 那穴在其他地方不能進去 只有那個地方可以 從那個狼道過去 所以他的處理 也不是只有那一段 但是我們現在處理 以期這樣處理的話 可能做小高價比較容易 對 處長這樣啦 是 我們這樣啦 我今天紀念說 我們就 趕緊喔 我們就來 趕緊開個月 來做研究 研究之後 我們就趕緊喔 看可以在 明年 就是今年的十月 我們看 需要相關的預算 我們就趕邊 齁 我相信這個齁 先任總執行 我來 哪來跟管長說 管長一定也是會 該指示這個問題 我幾個地點齁 這部份 我們都要跟議員請教 你們比較知道 哪有幾個特定的地點 我們 就開始不要再做調查 不要再開始做調查 你們跟我們說 大概是哪幾個地方 因為齁 我也沒有了解 我也不是專業啦 但是人家跟我說 因為我用調查 我開個行為 再去調查 這樣麻煩 我們就是 緊揚冠金來促成齁 讓這些 比較 因為這個東西齁 其實那個 可以引爲 一個觀光的 可以觀賞的 一個景觀啦 像最近齁 如果大家有在看FB 立島 有一條 環島公路有 某一段路 路段 就有螢火蟲 我都帶我兩個小女兒去看 是 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 這個是不是也是 是以後夜遊觀看梅花路 以後的走螢火蟲的 是 星光大道 是 但是那個很怕關愛的問題 那這一方面呢 我們是不是 這螢火蟲會多 會積結 就表示說那裡 有某些資源是沒有 天然的資源是沒有被破壞的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 光光不只著重在硬體的設施啦 綠島的一些光光的資源 我們是不是應該 也要 這屬於軟體部分 我們也應該要去重視啦 那你說 綠島的光光 處長 我們老實說的啦 建筆力 農基力 那樣的問題 你說歷道的光光 每天 店家好像分焦肚子 有嗎 割測啊 然後招牌凌亂 其實說實在話 真的是 說要成為一個國際觀光的度假島嶼 實在是 還 還很久遠的事情 所以說 有時候 我第一次上任的時候 我就說 各級處是不是常常去立島 是不是在 這個 人 人草很多 光光 人草很多的時候 各位 局處長有沒有去那邊 事實上 靜靜的 觀察一下 大概都沒有嘛 因為大家去就是開個會 就回來了 齁 所以我在想 如果只有我一個人 在這裡搞背火車 以前的議員 就說過了 議員不太厚 議員是好像搞在背火車 火車根本就不理你 但是我認為 我們黃縣長 引民的你們的這個團隊 應該不是這樣 不是以前的一眼講的這樣子 我認為我們還是會有一些作為可以做的 齁 那 然後 甚至 我們也可以請觀光禮物處的處長 在這方面 把它拿到全國去 齁 譬如說一個星光大道啦 一個 那個什麼 鹿蟹大兵啦 這種東西 都可以去推廣的 齁 現在我們就來注重這種生態的理由 齁 樂火慢遊這樣子的活動 那我在想這個 在短期內要趕快把它處理好 好不好 市長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我們三半場到這裡告一段落 等一下10點40 我們再主持開會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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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快採採 我 快採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繼續開會 第一個 行託一眼 黃天等黃眼 行託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呃 農業處 你好 農業科的 好 農業科 關於我們每一次丁其位的時候 我會都提到了我們 蘭嶼的這個開園港的新舊港合併案 到目前為止我想鄉民也期待說 能早日後看到這個成果 但目前為止我到目前還沒有看到 我們農業處這一邊的一個動作 那個結案的報告已經送上去了 目前你說規劃到哪一個階段 就是因為上一次的規劃階段 就是上一次一眼參加的時候 就是那個只是做修正 然後已經送上去了 事到目前為止 你到現在已經覺得那個是四月底吧 已經送上去 對 但是因為實際上將來 是不是會補助經費下來 那是後階段 那後階段當然就會考慮到規劃設計 那個一眼所提的大概就是那個部分 那是後續的規劃的時候 大概一眼就會知道我們大概怎麼做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也不曉得要跟鄉民怎麼去解釋這個問題 因為鄉民一直在問我 你跟農業處跟他們講 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這個最終的結果 農委會 我們這次是交通部 交通部核定了以後 我們會把將來的整個他核定的狀況給那個 他是不是會退委 到目前為止還不知道 還沒有表示意見嗎 沒有表示意見 因為這些 這些是我回去 我還是要跟他們怎麼去解讀 我看議員跟議員報告 我是不是把我們送農委會 送交通部的那個結案報告 目前你還沒有拿給我 我們用一份給那個黃議員 對我要再找的就是這個東西 黃議員你是我們看過這20年來 對於蘭以整個尤其港區的最重視的議員 真的非常讓人感佩 像你很多建議案 都直接都做到那地方 真的是讓我們感佩 你的做法讓我們非常感佩 因為這一點我想說 不管怎麼樣 期許我們鄉民期許的就是 能把這個港澳 有一個成績跟報告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的船之後 真的是目前永遠 供設到無法 飽和到這種程度 鄉民也是很苦 一天到晚就是大船 或撞小船的 這種方式 也許你們看不到 但是我想說在當地的話 這種事情是經常發生 希望這一點我們 能源處盡量協助一下 也感謝議員 我們有一些管制 然後議員也給我們支持 真的非常感謝 因為我們有些管制 當然對他們有些不方便 不過我想有這管制的話 大概持續會稍微好一點 這一點非常感謝議員 對我們的支持 我會說不管怎麼樣 我會跟你們慢慢去 有問題我會跟我們農業處 去協調一下 但是至於我們港口之前 我們的前議員 他好像是這個 他的案子好像是這個 遮陽捧是他做的吧 我不曉得在日內 遮陽捧做的嗎 遮陽捧現在正在跟交通部拿經費 對那現在已經把那個 整個工程的預算書已經編好了 即將要開始進行了 你說哪 我假的是這樣 我是說現在的遮陽捧 對 現在男女的遮陽捧 現在這個遮陽捧 這個遮陽捧後 是在應該是在前年 還是才幾年 兩年還是三年 快三年了 還不到 這個期間你看 那個帳篷已經斷成這個樣子了 剛好是遊客排隊的地方 那你這個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部分 因為前 應該是說上個禮拜 遮陽捧剛好 因為不知名的原因倒掉了 所以變成是 因為那個部分 他是屬於鋼管 他放在那邊久了久之 他嗅掉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他不是鋼管 應該是生鐵吧 生鐵 對生鐵 那我們今年有跟交通部那邊 爭取一筆 除了議員這邊建議的 斜坡跟 跟那個這樣鋼設施 舊有的設施 我們會把它做油漆 然後把它重新再刷過 因為據我所知 所有裡面 所有的那個什麼 鋼骨裡面 全部都生鏽了 我想說 是不是可以打掉 重新 還是不要再給它蓋下去 再重新弄另外一個步道區那邊 原則上我們 步道區的這個鋼鋼 應該在今年會完工 那舊的這個部分 我們只是把它的機能先暫時回覆 它大概按照它的使用期限 大概七十兩三年 我們也允許它壞一次 因為那個部分 算是比較 水不固定的結構 這樣子 因為這個 我想說 這個遮陽棚 不管是在哪裡的接收 怎麼一定要用白鐵 你用生鐵的話 一下子你不到兩三年 就生鏽了 你一生鏽 你一再改一再 再申請這個經費 我想這個也是浪費公堂 所以我想說 不管怎麼樣 你連那個 包含到你的遮陽棚 那個上面的那個遮陽的 風一來 新南浪一來 一吹就沒了 你們這樣的 這種 那個給包山的一個設計 真的完全錯誤了 我想說 你那個遮陽棚 是不是要打掉 我們還是會把它先復原 因為畢竟在今年 江湖部這筆實體乾縫 在蓋的時候 還會有一些需求 舊的還是需要存在 舊的 那現在我們的那個通道 因為釣船 你要釣船 要維修的時候 挖土機也會卡到那個 你們設在前面的那一排 我想說這一排 就給它打掉 這部分我回去再研究 對 我想說 回蘭嶼的話 稍微揮開一下那個點 真的那個是已經造成 下面的不便了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這一次的那個什麼 貨運的上下區 上下區的那個地方 也鋼筋已經揉露了 那這個是你們委託哪一個包商 客運的上下區 貨運 貨運的上下區 是這種機械挖土機再回轉 然後在那邊行走的那個區域 其實應該是說 站在主管機關的角度 不管是哪一個單位去把它弄下線 我們之前有要求船公司去把它復原 畢竟他是把它弄下線 他們有答應說要處理 所以他的品質有沒有去看過他的品質 這個部分我們再去 一般你挖土機經過的話 你一年多才會磨損 但是還不到兩三個月全部磨損了 然後鋼筋樓肉 然後水泥品質後幾磅 還不到那個磅數 很多旅客 這一次我們的那個遊客 然後鄉民任業者也報告給我了 鋼筋樓肉讓遊客後直接後 因為看不到一直在看船 結果踢到這個鐵條了 你看它那個採厚度才多少 這個鐵條的厚度跟水泥牆面 是那麼一點不到五公分也三公分的 一下子就裸露出來了 啊遊客這一次遊客又有受傷 好幾個受傷了就是踢到這個東西 那請問你這個誰負責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把那個 那邊的區域再整個再重新再檢討 因為畢竟船公司他復原 我相信他沒有考慮到那個碼頭 你不能一直檢討啊 你檢討還是造成這個樣子啊 你也應該是督促廠商才對啊 是不是 每一個來的工程都差不多都這個樣子 那誰在管理你監工是誰 監工是我們我們單位嗎還是 船公司自己負責 這個部分是船公司自己修的 不過我們想我們還是要求啦 不管是不是說我們公部分出錢 他自己出錢我們還希望他品質 還是達到一個水準 還是要付出啊 我們要求 對啊 我們要求 你不然他品質永遠都這個樣子 是 那你重新再打 又到了這個旺季 這個我們來要求 旺季的時間後 然後你這個遊客那麼多 那受傷的人是不是更多 即使那個船公司都自己處理不好 也至少麻煩 因為他自己也還在修第二次嘛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來要求 我們來要求 因為這一點我想說不管怎麼樣啦 只要是港澳事的時候 我想說我們農業處這一邊 是 希望不管有什麼結識 還是要盡量去督促 你不然的話直接打電話 給我馬上去看 好 可以協調 這個部分我們來努力 這個品質還是要給我做好一點 還有這個 因為這一次的港口的事件 也變成很多的這個遊客跟貨 上一次我也提過了 客人跟貨還有種機械 豬混雜在一起 但是這一次雖然 我唯請那個公所 委託公所後 用我的議員的那個工程費去做 但是我希望我們農業 漁業課這一邊 我們督促一下 是 因為他這一次做的後 真的是 沒有人督促 變成是他所有的材料 或全部都是 就像我剛才說的 全部都是生鐵 你一生鐵打下去 而且他的那個 紙巾 也不到三公分 一點點而已 我這一點後 我有跟 你們盡量去督促一下公司 好 好 好 謝謝 黃天等 黃也 我們接下來請高北珠高也 謝謝大會主席秘書長 我想請教一下農業處長 議員長 早 出場 你還記得在去年年底我們定期會的時候 我已經提過修根這個區塊 那我想了解一下 打田要多少錢 翻根要多少錢 綠肥灑下去要多少錢 這個我是不是請那個陳科長跟你說明一下好嗎 我想這個部分我想我們陳科長 一眼塞體的時候我們也蠻重視的 當然天后的變化影響 我想影響蠻大的 我想請陳科長跟你說明一下 陳科長 你加起來是多少 組長 從上一期我就已經跟你說過了 你們有到底有沒有下鄉去 探勘這些沒有辦法生長的綠肥 你們有去了解嗎 綠肥的劣質品我上次已經有跟你說過了 到今年陳公正的農民來找我 比如說100個農民有60個人以上的田 都沒有辦法綠肥生長 你們就讓它不通過 這是什麼原因 這也是天然造成的啊 可是你們必須要去了解啊 對不對 農民想要已經翻根了 已經打田了 我種這個綠肥是我的錯嗎 它不長是天然災害 你們必須要去下鄉去看嘛 它是漲到多少 你們還是要給它啊 怎麼又重新讓它去翻根呢 這個錢要從誰的口袋拿 是我們人民耶 組長你可不可以來做個說明 你給我一個時間性 上一次我當然也跟一言承諾 我們盡量從寬來認定 實際上因為你剛剛一言特別提到 天候的關係整個氣候的變遷 那不要說這個一般的農作物 包括你剛才講的連立毀 我們過去認為最容易的 最能夠生長的都會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 我還是跟一言再報告一次 我會跟同仁再協調 我們應該要協助農民 又讓他們造成不變啊 你們有想盡辦法 我們讓他怎麼去通過嗎 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做 那個 為何我希望你們早幾天的時間 哪些大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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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般方向 公所要 來同我去看好了 好不好 好 你給我時間 報告一言 我和這樣好不好 我們 找個時間 我們請農務科這邊跟你聯絡 我到時候是不是 邀請當地的相關的農民 當然我們也請當地的公所 我們一起到現場的會刊 針對的樣板 幾個樣板我們來討論 來現場再協調 我們會找 把農改廠 我們找過去 我們來研究看看 什麼方式 我們做個 大家來做個 做個研究以後 做一個結論 看什麼方式來處理 這個部分我們來講 我希望今年 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要我明年 或是下半年 我又從 又要重蹈付出 我又要講這些事情 這是不得原諒的 謝謝議員 因為三次你講過 我真的非常重視 我也跟當年 跟農委會的陳寶基 陳主委 跟他反映 反映這個問題 當然 這個實務上 當然我想 我們跟公所之間 我們 農業處跟公所之間 還有 農改廠這邊 我們 包括農業處這邊 就是台東辦事處這邊 我們來溝通一下 我們什麼方式 然後大家有個共識 然後什麼方式 來核定 我覺得這個我們可以努力 這個我們可以努力 好處長 這是你說的 那會後你們安排時間 來找我 是 我們會記得安排時間 那處長請坐 謝謝 會長也請坐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人事處長 處長 首先恭喜你 這次的公務人員 運動會辦得非常好 如果這邊我有幾個建言 希望你明年能夠採納 因為 學校的行政人員 跟代表會的行政人員 算不算我們的公務人員 是對不對 是我們全縣的公務人員之一 對 希望說 這次 下次不要再遺忘他們 好不好 因為學校的行政人員 也是我們的公務人員 跟代表會的行政人員 也是一樣 我說 下次如果我們再辦 公務人員運動會的話 是不是 把他們也納入過來 跟月報告 我們 之前公務人員運動會 是針對縣署機關 那可是我們 從去年開始 有針對中央 未來我們希望說 台東縣的公務人員 都可以參加 我們全縣的公務運動會 那學校的部分 因為是散落 在各個學校 人數比較少 不過我們有考慮說 在明年的時候 把不同階段的族群 請他們可以個別組隊 那委員您的建議 我們會採納 謝謝 謝謝人事處長 大會主席 謝謝你 好 謝謝高北珠 高原 我們接下來請林崇岸 林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大家早安 挪月書 挪月書 你知道現在台東縣最夯的是什麼 農作物 現在目前 目前就是 從去年 從40公頃 到今年100公頃 是紅禮 紅禮 我那天 看了 現場一個短片 這推銷紅禮的部分 是 那 前天也看到一個報紙的資訊 你知道紅禮是 稻米利潤的多少倍嗎 你大概不知道 因為 假如 以這個 他的一個 就是 他那個報紙上面 所燈 燈載的就是說 以一分地 或兩分地這樣算 一個固定的面積 他的 他的利潤 你應該 還不知道嗎 因為紅禮的 他能夠掌握的 實際上 假如說 很正常的話 Linus高一點 但是假如說 他的 他的 很多狀況沒有辦法掌握 就很難講 所以 喔 那個 我要跟 就要你提示喔 紅禮從他剛開始這樣 之前 最初的 種植 到現在 他的市場行情價 從他當初 量還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從 那個時候開始 到現在 已經翻漲了15倍之多 所以 這個可能是未來 我們的 本縣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 經濟農作物之一 那 本縣的農民也很辛苦 長期 在 這個稻米 因為 國際的米價 或者是進出戶 水口貿易 可能會受到波動的影響 那 我相信紅禮也是 將來未來的 台東縣 推特的 主要的農作物的 這個重要之一 那 那 那紅禮的種植面積 出場你有沒有去關心過 現在台東縣 從去年的40公頃 今年大概我們 一估 一估大概100公頃 一百公頃 今年 今年 今年一估 全台東縣 一估100公頃 當然種植農民 是原住民居多 還是 平利也居多 一般來講 目前是原住民居多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講 原住民的雜糧三寶 就是包括小米、樹豆跟紅禮 所以 你很清楚 另外一方面就是 包括那個 紅禮是最早 原住民很早就有的一個農作物 所以早期那個紅禮是 小米四周種一種紅禮 趕鳥的 現在變成說 紅禮本身自己在種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們希望說 讓我們台東的 這個原住民 可以載兩三寶 能夠做認證 然後做有機的認證 因為他實際 他第一次伸展的條件 跟一般有機的認證條件很接近 讓人認證以後 希望 將來台東的紅禮 講到紅禮 就是要講台東的紅禮 我們希望這個品牌打出來 也就是說 目前我們跟台東分局 就是水保里台東分局 全國大概做 印了大概準備4000張的 那個紅禮的海報 給全國的7 然後就在行銷台東的紅禮 所以你 我都還沒有問你 你都已經把你的 這個偉大的這個證件都講錯了 沒有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問你就知道 我下面一定要問的問題 要問什麼 對啦 沒錯啦 我大概問你的方向就是這裡 既然它是台東線未來的 主要的 有可能未來的 的經濟作物 是 聽你剛才這樣講 農業處有這麼偉大的 銷售計畫 那我現在看到的都是 地區的農會 台東線農會在幫助農民 不管是種植技術啊 或者是產銷啦 本縣是想問農業處 對於本縣的農產品 不管是紅禮 你們有沒有一套 從製造種植一直到輸出 的一個流程的標準 標準的作業流程的流程 有沒有 目前這個是我們在 我先不要問你 那農務會有沒有 課長 有沒有這樣的 主長您解釋很清楚 但是你不要重複喔 議員問的是說 我們從農民從種植 不管農作物 哪一個農作物都一樣 只要是我們台東線 重要的經濟農作物 我們的農業處 不能只靠農會而已 當然 我們要主動出擊 像現在大陸市場 可能在萎縮情況下 我們的農作物 必須要告訴全台灣各縣市 在台東生產農作物是最好的 那本縣之前也知道 在好幾年前 台東縣也推出 有機農務 農作物的農場啊 什麼各方面去認養啊 但是好像到後面也是 就是雷大 雷聲大啦 與小 我想 柯長您剛剛上任 您有沒有告訴 您有沒有一個 SOP的一個流程 或者說 從 種植一直到 輸出 或者是 廣告行銷這樣 這個 我來問柯長 我聽看你的想法 報告議員 我們現在 處裡面的做法 其實 反而是逆向思考 林大先生 好 我們這邊是想要是從消費 段 這個需求來去培養 那我們現行會先做一個市場調查 我們要看市場有潛力 有競爭性的一些作物是什麼 我們再回過頭來去引導農民去做計畫性的生產 而不是農民現行的狀況就是 會有一些毫無目標的就是追高 農產品高價錢這樣的方式去搶種 那我們希望能夠避免這樣的情況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會希望就是 擴大一些通路的需求 那所以我們行銷課這邊 陸續有在跟很多的通路商 去跟大型的販售商 這邊來去做接洽 也是希望 能夠帶給農民穩定的收益 讓農民能夠專心的生產 好 謝謝 是 本心想今天質詢這個問題 是希望農業處 站在一個資訊最前端的角色裡面 我們有很多 像我們之前 我們都知道落審 好像前年去年都有自銷的狀況 但是 如何為我們的台東縣的農家 做一個更開闊的路 這我們農業處應該站在前線的 這個要請農業處長 你多費心一下 不要到時候只有地區的農會在輔導 農業處要主動出局 剛議員報告 剛才講那麼多年還有要報告 你剛才提的那個問題 其實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到農業處以後 覺得是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剛才提到這個問題 從生產到整個加工或者到行銷 所以目前我們在農委會 我們發動計畫 我有特別提一個 冷藏冷凍的這種計畫 準備做600坪 為什麼要做這個 這個就是考慮到供銷的問題 比如說現在 我們量很多的時候 我們能夠在這邊做冷藏 然後實際上 比如說生薑 我們很多東西量生產到外面去 然後藥的時候再拿回來再整理 實際上都把那個拿去外面 它成本就相對提高 然後我們很多農作物很多的時候 大概就是那一剎那再多的時候 它價格降低 我們假如提供這個設備 目前是在規劃 準備做在那個肉品市場那邊 我們準備之後 將來就是做前線的農作物的一種 一種那種 包括續產品 做一個那個 處長謝謝你的說明 我相信很多前面都知道 我們是選的時候 我再跟你討論 是 請處長請坐 請管理處處長 看長請坐 是 約好 處長 本市長請教你 傑蒂爾的這個區塊 到底是管理處的 權責範圍 還是建設處的權責範圍 如果是整個的委託 當時的跟傑蒂爾公司的 那個合約的爭議的部分 是管理處這邊負責 管理處跟誰 就是管理處 本市長覺得好像我們資本 傑蒂爾這個區塊 除了現在 除了跟傑蒂爾在訴訟之外 好像變成一個三不管地帶 那個地區 不管是環境的衛生 還有濕地的生態 都遭到嚴重的破壞 前幾天我不知道管理處長 你知不知道 在傑蒂爾的這個部落 資本部落 還有野鳥學會 生態學會的這個 那個什麼 現場的這個查看 那我記得副現場也有去 那對國現在 您知不知道最近的這個 失地遭到嚴重的迫害 我知道 其實事實上這個失地 是很重要的一個 算是我們台東很珍貴的這個資產 我們先撇開跟傑蒂爾的施法訴訟不算 那我們這針對傑蒂爾未來來為的規劃 跟他現在有的保存 這個是西洋創去努力的 因為這個失地生態 我前年看報紙 本席知道 這個有一個叫做什麼 這個灌鳥 東方的白灌 全球的滅絕 這是即將滅絕的物種 只有兩千隻 預估 就兩三隻是 棲息在這個 失地 但是因為 失地旁邊 剛才好像有一個好幾甲的農地 因為長期那個水 地下湧泉會湧水出來 所以水會淹沒這個農地 所以他們就會 顧這個怪手 把這個水道給它割 給它劃開 挖開 讓生態的水這樣流出去 所以 創業有沒有什麼看法 對這個失地的生態 我想這個失地生態的部分 就如同 因為這有調查的一個報告 那現在針對這個部分 建設處的水利科 已經會邀請我們相關的單位 針對那個排水 聖馬乾溪的那個排水的問題 怎麼來解決 然後能夠讓農民 他也不會說造成他的淹水 或者是生態 失地的生態被破壞 我想這個都必須 還有很多的相關單位 要去探討這些問題 本席 那總是全在跟你探討這些問題 謝謝處長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林寵漢 林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吳修華 吳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首先要請教這個 文化處 中處長 院長 處長 你好 是這樣子 在上一個會期 我已經有跟您討論到了 這個關於美術館裡面 這個兒童公園的這個設施的利用 那在上個會期結束之後 我看到了你們文化處的一個回函 是決定要在這個兒童公園那邊 設置一個遊樂的場所 是嗎 是不是可以請處長說明一下目前的進度 是 跟議員報告 這個是確定的 是 那預計在時程上 在我們跟教育處有過三次的會堪 還有一次正式的協調會 是 那從教育處得到訊息是 最慢他們告訴我是 9月可以完成 9月可以完成 那現在是5月 所以大概還有4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一個設備 在那裡可以供我們 縣內所有的小朋友來做使用 好 那希望說可以透過你們的這個努力 讓這個地方就是 既有文化氣息 然後又有小朋友的這個歡樂聲 可以變成一個這個 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去的一個好地方 那謝謝您 第二個問題呢 我要跟您討論的是 關於這個八仙洞遺址目前的狀況 那據我瞭解是這個遺址的這個訴訟 在今年的2月份已經確定了嘛 是 花蓮高分院已經判決我們 縣政府是勝訴的 是 那佔用人目前的狀況是 也不要再提起上訴 對不對 對 是已經定業了 已經定業了 所以說接下來就是 八仙洞就確定還給縣政府 我們跟東莞處的協調是 就是洞內 洞內 洞內歸我們文化處 對 我現在也是想了解這個狀況 你們現在八個洞都佔用的問題都解決了 就是如果他們搬遷之後就沒有佔用的問題了 是不是 是 報告議員 我們總共有三十個洞穴 六個研印 然後五個開放平台 是 那你們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日後在文化處 在縣政府 以及在東莞處 還有長濱鄉公所 這三個單位 你們怎麼樣來釐清楚這個權責 然後在管理上又是怎麼樣的一個劃分呢 謝謝議員 這個問題很重要 也非常切重核心 那我們跟東莞處這一年多來有很好的協調 那我們的大方向都完全確定 就是洞內歸我們文化處 洞外 由我們東莞處來處理 是 那你們大概有需要多久的時間可以處理好這些佔用人的搬遷問題 依照我們高分院的定院的這個規定是給我們六個月的緩衝期 就六個月讓他去做整理 六個月之後就你們就要進駐開始去整理當地的狀況 好 那我是希望說因為這個廟方長期佔用也是數十年了 所以你們在後續的處理的話可能要理性一點 盡量可以跟他們好好的做溝通 讓民眾有比較好的觀感 那再來呢就處理完畢之後 你們現在是要朝一個世界文化遺址這個來努力是不是 是世界遺址公園 在民國九十七年的時候 眾元院院士張振華 就已經有一個初步的規劃構想 是朝這樣子來推動 因為我要跟你討論的是說 像我前一陣子到日本 那我發現他們其實 隨便一個層門 或是隨便一個牌樓 非常不起眼的 都可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那我們台東有這麼棒的資源 更應該要好好的來推動 我也希望說以後呢可以說大家想到來台東 就想到一定要到八仙洞 它不僅有天然的景觀 景色也非常的漂亮 那又具有文化的意義 我覺得這個要請中處長你們來努力 盡量我們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好 那謝謝處長你請坐 謝謝 好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農業處 議員好 處長不好意思 請教一下您這個 馬哼哼大道這個部分 他這個路樹的維護跟修剪 是由貴處來牌樓嗎 有一段是我們 有一段是你們對不對 在公園附近有一段是我們的 哪一段到哪一段是你們 公園門口 門口附近 森林公園門口附近 對 然後為什麼這個馬哼大道要分 要這樣子分 那另外一個全責單位是 那詳細的位置 是不是我請那個 聯務客人可以說 跟議員報告 議員好 那個柏海路一直到 林林羅安海路那一段 是由我們台東縣政府 在做任養的 是 其他的部分不是我們 那其他部分是歸哪一個單位 施工手跟 施工手跟 保局 環保局 好的 那最近就是說 最近有做一個路樹的修剪 是林務客委託 去做修剪嗎 我們自己去做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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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修剪下來的這個 樹枝樹葉 你們是做什麼樣的一個處理 現在議員講的那一段應該不是我們 議員講的應該是靠車站這邊 要過去那一段 那一段不是我們修剪的 不是喔 我們修剪我們自己 柏海路到林海路而已 那你們對於這個樹枝 剪下來之後 你們這些樹枝樹葉是怎麼樣做 我們公園裡面 森林公園裡面自己有那些 堆滋的那個 所以你們就會送到森林公園裡面 因為我現在在馬亨亨這邊 拍到了一些照片 來我請放映師放映一下 我不知道這個你們 好來再下一張 有看到這個 路樹修剪下來嗎 這個應該不是我們的 這應該不是 再下一張 好有看到他把他剪下來的東西 就丟在路邊 好那麻煩再下一張 好我不曉得你們這個是哪一段到哪一段 是誰的負責的單位啦 那我們看到的 我們是國外路 是 國外路在那邊切過去 往那個 往林海路 那我現在問題是這樣子 現在我在這邊拍到的是 稻田跟老業員 這一段 就是民眾來跟我做陳情 他說去年也是這個樣子 那去年也找不到全責單位 那今年一樣的問題又發生 就任意被丟棄在田邊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請處長 那我不曉得 馬上來協調 你們馬上來協調一下 是施工所還是環保局 施工所或者是環保局 還是你們農業處 把這些東西立即的清理掉 馬亨恩是一條非常漂亮的道路 那經過這樣子的話 隨意的丟棄實在是不太好 我們馬上查 然後呢我希望明年不要再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已經連續好幾年了 好不好 那請農業處來協助一下去溝通協調 那科長你請坐 再來我要再請教一下這個農業處長 還有地震處長 最近我這手邊接到非常多的陳情案件 都是關於這個農民或者是觀光休閒業者 他們這個違反土地使用的這個案子 那你們一般跟民眾回覆都是說最近中央在查 還有就是說有很多的民眾來做電話的檢舉 那我是覺得很懷疑啦 有這麼多無聊的民眾在不是自己的土地上 也去管管到別人一天到晚去檢舉嗎 因為最近實在是太多這種陳情案件 跟議員報告一下 是 我跟議員報告順募啦 是 我們從去年 去年大概八九月就開始 中央就要求我們開始清查 所以是中央要求的嗎 中央要求也是這麼說 第一個重點是大概就是103年 103年那時候花的使用執照 還有另外就是從101年開始到104年 包括104年使用執照 還有申請民宿的 所以你們是全面在做清查 所以最近才會有這麼多的 總共加起來大概116件 116件 實際上本來這個去年 應該12月就開始要處理 然後因為大家在研究看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式 所以一直停在農業處這邊 因為最近我就是收到很多民眾的陳情嘛 都是跟你們有關係 都跟農業處有關係 跟地震處有關係 你們是第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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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由地震處去發文給民眾 然後地震完畢以後就建設處 是 好 那我現在就是要跟您討論的就是說 我們像剛剛林董滿寧議員提到的 田氏雄田議員提到的 我們申請這個農社 這個作業期程要怎麼長 起碼要45天開始 可是你們在這個開罰的部分 效率就非常的快 因為民眾都在抱怨 那我今天要跟你討論的 不是說你不要罰 但是你是不是要給民眾有一個緩衝的期間 讓他們去做改善 我是說這個地方不方便回答 不過我還是回答 這個已經八個月了 已經八個月了 但是他們收到的公文都是3月4月5月 他們之前都不知道 去年9月開始的 然後我們把 所以我又不好意思跟議員講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是有點什麼激壓公文 有點激壓八九月 好你聽我說 因為他們很多人 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違反了這個地木的使用 他可能有種一些樹 他以為這樣子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他有另外的投資其他的設備 像是休閒農場的 露營的設備等等 那同時你們稅捐單位也給他執照 建設處也給他執照 他一方面又是合法的 另一方面你們又說他是違法的 就是我的前進案件裡都有類似的狀況 我希望處長你可以好好的處理這個案子 給民眾時間 另外呢 輔導他們往觀光休閒去做一個轉型 這樣子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 謝謝吳修華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翁麗雲委員 謝謝大會主席 陳務議長 我想請請教這個 請問這個地政處處長 好 來走 我們探馬里火車站 我們探馬里火車站 站前的土地 要是看日出的地方是很漂亮 從這個火車站看過去 那這個 這個 站前的土地 已經停頓很久了 那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開發 那有很多百姓啊 鄉親都在關心 那是不是可以請處長給我們一個回答一下 好 謝謝議員對太馬里車站前面那個 土地提高利用價值的 我們要做整體開發 就是市地損化方式開發 事實上我個人對整個太馬里地區的發展 跟那個土地利用度的價值提高 是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是可是因為 我們是依據都市計畫公告 要以市地損化方式做整體開發 我在回地政處之後 我也個人去現場現看了兩次 那我回去調閱相關資料之後 我才發現是說 在84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開過一次說明會 那在說明會的過程 因為它整個依照都市計畫發布的公共設施的負擔比例 也是超過我們的那個 市地損化相關規定的比例 也就是超過45% 那市處可不可以做 當然超過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可是必須要這個區域範圍內的土地所有全能 我們的土地面積跟人數要超過半數 同意之後 我們在公共設施超過45%的前提下 才可以進行我們的市地損化的業務 可是我們在84年開說明會的時候 民眾並沒有同意說 我們在超過45%的情況下可以失作的 因為人數沒有超過半數 所以我們在檢討整個市地那個 都市計畫的內容部分 我們就必須要做公共設施配置的檢討 跟還有部分是房屋的密集區 我們可能要把它剃除在重劃區的範圍外 然後另外再做那個再發展地區的那個管理要點 所以目前在整個市地重劃的進度 是在進行都市計畫的同盤檢討 那從84年到現在就沒有在 現在在進行都市計畫同盤檢討中 那要等到這個都市計畫同盤檢討以後 那是不是要大部分地主同意以後才能來做嗎 不用如果說那個整個都市計畫同盤檢討後 公共設施的比率是在45%以下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行重劃的相關作業 前提是必須要都市計畫要通過 然後要正式公告 這樣子齁 那要是說百姓那些的弟子 住幾來辦這個市地重劃 當然可以我們非常鼓勵 我們非常鼓勵土地所有權能自辦市地重劃 喔 好 可是因為現在的公共設施比例過高 所以應該民眾自辦市地重劃的意願 應該不會很高 因為會增加他們的負擔 喔喔喔喔 好 謝謝齁 那我也希望說那個處長齁 盡快地來協助讓我們 因為都市計畫的變更過程是在建設處 我們會積極地跟建設處去協導跟配合 好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那請問那個動育防治手的吳所長齁 吳所長齁 吳所長你好齁 我想請問一件說 一般你們在捕捉流浪狗 流浪狗 它的需要有什麼條件嗎 還是說 謝謝 謝謝翁妍對這個動物收尾業務的關心 其實為了 為了這個尊重生命跟精確捕捉 我們在去年的十月份 訂定一個台東縣流浪犬的一個捕捉作業 大概原理上需要有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說 通報人一定要通報他真實的姓名跟電話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要叫我們去抓狗的話 一定要在現場指認是哪一隻狗 因為通常流浪狗的話不只一隻而已 就好幾隻 我們是為了精確捕捉 是要指出哪一隻是帶頭的 然後第三點就是經指認之後的話 確定這隻狗會追車會咬人的話 我們才會帶走 以上就是要這樣的條件 是的 那因為根據這個鄉民的陳述 他是說 他有告知你們防治手 然後去看那個狗 那個狗他就是因為 時常會到他們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還屬於公共場所 那他最主要是說 去了以後看了他就不幫他捕捉 那是不是就像你所說的 他沒有攻擊別人的話 他就不給他抓毀嗎 對如果是說他指認是那一隻 他認為是說這隻有問題 但是我們依照這個標準來講的話 我們現場我們捕捉人員到現場去 如果是說確定這隻狗 不會追車咬人的話 我們是不會捉的 因為有很多人通報 張明文有很多人通報 是因為他跟這隻狗 純粹是有一點恩怨 所以說他也會去欺負他 然後這隻狗就針對他去睡覺 但其他人都OK 所以為了防止這個情況 我們是一定要確認其他的問題 其他人的一個狀況 那是不是因為有百姓 百鄉民這樣的陳述 那是不是可以請所長 就是說捕捉流浪狗的時候 要是說這個提報人他 要把這個狗讓你們帶回去 那是不是可以呢 不會攻擊別人的狗 不會攻擊別人的話可能有一點困難 因為畢竟是說 狗進到送養中心去的話 第一個對送養中心的一個 疏遠的壓力 第二個狗進到送養中心 對狗的話也不太好 因為有很多狗記者在那邊 會有一個疾病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全力在防止這個問題 對狗的一個環境的改變 對它一個衝擊也不好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會依照這個部分來 依照這個規定來處理 但是說真的 因為一般民眾在外面 對流浪狗的一個壞的印象 就是說有些母狗都會亂生 所以真的這個部分的話 現在我們台灣縣東環市 我們在做一些 台灣母狗的一個 免費的一個結紮協助 如果是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來協助 但是我們是需要 他能夠植入晶片 來打狂犬病疫苗 這個我們全力來 我們甚至去 家裡面再回來 結紮病再送回去 給他都OK的 因為那個是流浪狗啊 所以有些百姓他就會覺得說 這樣有時候會影響到 環境會生饒是怎麼樣啊 那是不是 可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協調溝通 讓那個不會攻擊 不會攻擊人的狗 是不是可以 他是流浪狗 可是可不可以 帶回你們這個 防疫所這邊 好不好 這個萬一 是不是有這個通 通報人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 我會再跟議員請教 是不是我再 我會找那個通報人 我們再去跟他們 做個確實的一個了解 好 謝謝屋所長的會長 謝謝 以上 謝謝我們的大會主席 好 謝謝 窩麗 我們接下來請 張全新南 謝謝大會主席 各位局處長 大家早 首先地政處處長 江處長 處長早 本席自上任以來 那已經有兩個村 大約有 將近二十個村民 有在反映說我們有關土地 戒指的部分有疑義 那我想看過你們的成果報 工作報告之後 有發現你們有關 測量業務 那針對測量業務 你們一百零四年 辦理的土地 地極圖重測的業務 那想說先請出長 稍微說明一下 你們辦理的情形 那有關鄉鎮 那目前是 進度是怎麼樣 謝謝議員 對地極圖重測的關心 那講說比較詳細 謝謝請你是不是 請我們的車廂課長 做說明 好 請車廂課長 謝謝 議員好 跟議員報告 那因為目前我們 本縣的地極圖重測工作 都是屬於 中央補助的計畫 是配合中央補助的政策來推行 那我們在勘選 我們縣裡面 轄區的範圍的時候 會依照中央國土 那個電政部國土社會中心 他有一個勘選的辦法 那勘選辦法 他有一個勘選條件 要符合那些條件 那你勘選條件 大致上是怎麼樣 勘選條件 第一個 就是在都市發展 或是土地利用的程度 會比較高的地區 會比較優先 那第二個就是 在海拔五百公尺以下 所以海拔五百公尺以上 原則上在國土社會中心那邊 送到審查的時候就不會同意 那原則上是這一兩個 會比較優先 他們會考慮的 那那個是去年度 一百零四年的 你說中央的補助 那今年度一百零五年呢 也是有 每年到一百 目前我們在地基圖重測的部分 中 我們台東縣政府 在中央的爭取補助是到一百一十年 那在一百一十年以後 這期間每年都有 大約兩千五百筆到三千兩百五十筆的一個量 那這個量在我們 轄區四個地震事務所會 就要去評估 他所裡面所轄的 的土地範圍哪邊的是屬於比較 急需辦理的地區 那我現在是想要請問一下 有關於我們海端鄉的部分 有機會列入我們一百零五年度 我們地基圖重測 的一個地點嗎 跟醫院報告 目前如果依照 火魯車會中心的這個條件來講 大部分都沒有 大部分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應該說 一個工作期程結束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個檢討報告 那不知道說你們在這部分 有沒有向上級單位去反應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海端鄉 對你剛剛說的五百公尺以下的話才有 但是我們海端鄉 如果五百公尺以上的地區 也是有這樣子疑慮的話 其實也是希望說你們可以做協助 在你們檢討工作的時候 能夠反應給上級單位知道 那是不是說我們在每年度 齁我們每年度這個計畫的申請 你是申請資格 能夠將你剛剛所說的五百公尺範圍以下不能申請 是不是跟他們做一個討論 那也希望說把我們海端鄉列入 可以的話就是一百零五年度的重測範圍內 跟越報告齁 其實在這方面我們跟地震事務所有做一個討論 其實辦理地區圖重測不僅是說我們中央在推 包括我們自己本身 縣府本身或地震事務所本身都非常的重視 因為辦理完地區圖重測 以後的土地見解或是土地的現況 或土地的價值 或土地的地區圖跟登記部的核對情形 才會合一 那個誤差也會比較少也比較不會有疑慮 是是 那選擇上我們有跟事務所這邊 因為我們辦理這個不僅是經費的問題 第二個最重要是測量人力的問題 那測量人員以往在我們台東地區 都是我們地震的一個統 我們的測量人力原始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應該就是說 我們既然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是機關橫向或者是像上級 我們都要努力的去反應啊 而不能說像你操出說人員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計劃 就跟觀山地震事務所有一個計劃說 好那所以說本席在這邊就是想要請教科長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海端鄉 如果以你所說的它有一個資格條件 未來大致上可不可以列入為 我們一個地級重測的一個範圍地區 我們自己籌經費來自己來辦 好那請問一下今年度可以嗎 嗯原則上我看跟觀山地震事務有協調 如果可以的話 在半年我們憲股 那原則上本席是希望說 我們在下一次定期會的時候 下一次定期會在11月 那這段期間也將近快半年 是不是請科長這邊再稍微稍作努力一下 因為我們海端鄉真的很多地級有疑慮的 那也造成我們很多鄉民對於這些戒指有問題引起糾紛 是我知道 那如果我們可以去協助做重測的部分 那當然以往因為人力去測量 有時候會有一些誤差 那現在我們都衛星定位 我們設備都非常好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地級重測的業務 我們重新做規劃重新來辦理 讓我們的鄉民也不要說 再有有關地級 地級圖的那個什麼戒指啊 的疑慮來做一些有關的糾紛 能夠解除他們 能夠維護他們公司有土地的一些所有人的權利 是 對那再請處長 可以嗎 謝謝議員對那個海端鄉的地級的戒指的關心 我在想剛剛議員的建議是非常好 因為在105年 NR路的可能性比較不高 那是因為我們105年的 所以本期才講說 就是希望你們在年度結束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一個 我想想 我也相信啦 你像上級單位去做補助 補助的時候 申請下來之後 當這個工作結束 一定會有一個檢討的作業嘛 那我們要適時的去反應啊 不是說把我們海端鄉就 就給它隔絕在外 然後我們永遠都不能做地級重測 這樣是不對的 我了解 那我現在跟議員報告的就是說 因為105年度的那個地級圖重測的區域範圍 是在去年104年就定了 那麼目前是在定106年度的重測區域範圍 那這樣的話我們106年 不是我可以針對議員的那個提案 我們向那個國土社會中心爭取 因為海灯鄉的海拔是超過500公尺以上 那事實上不在目前內政部 國土社會中心的條件之內 那我們可以依照議員的提案 去跟國土社會中心爭取 那如果說國土社會中心堅持的話 那我們會是縣裡面的人力跟財源 我們看看是不是我們可以自己辦 好那再麻煩江處長 那謝謝處長 是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關心 謝謝 管理處江處長 畢業好 處長早 那首先針對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有105年度油氣據點特色加持計畫 那要感謝你們就是有協助我們海端鄉去做一個申請 那是不是可以稍微在這邊說明一下 我們有關我們烏入砲台公園改善工程 那目前的進度騎乘在哪裡 那當然首先還是要謝謝 是一位議員的提出來的質詢 讓我們去注意到烏入砲台的重要性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們有跟觀光局有提案 也獲得觀光局的一個補助總經費應該是400萬 是400萬 那所以目前我們 我們在這個會期要先納入預算 所以要先納入預算 那我們也請我們的在地的就是海端鄉公所 也趕快納入預算 因為未來還是要必須由海端鄉公所來執行發包的作業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的設計 我想我們會來協助公所 那我想就是貴處非常努力的去爭取這個計畫 那我們相信說這個核定的金額下來 一定是可以非常完善的去處理 那是不是說在未來 如果說我們這個發包工程 它的期程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一個列管會議 譬如說固定每個月 甚至是兩個月一次 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個改善工程的期程在哪裡 我們目前是要求是 相公所一定是要在六月底前要完成規劃設計 是六月底前 就是六月三十號 是六月三十號之前 然後八月中旬 他必須把他的設計書圖要送給我們 預算書圖要送給我們來審查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鄉親非常非常關注 並且一起期盼的一個改善工程 那本期是希望說有這樣子的努力之下 我們是不是能夠說像你剛說六月底之前 他們要送一些發包的計畫 我們就提前可能在前一個月 我們定期的去跟他們做協調溝通 去協助他們能夠很完善的 將這個改善工程計畫去確實實實行 沒有問題的我可以跟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本來內部的控制 我們就一個月會邀請公所來檢討一次進度 好那就再麻煩如果後續有一些 譬如說期程的部分也麻煩就是一份副本到本席這邊 好的沒問題 再麻煩處長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好謝謝張前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張主任張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副議長 首先我想請教文化粗 文化粗 文化粗 你最近有出了幾本書嗎 去年 品業 台東 社照錄這些都是 我在這邊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這些書我們看了以後 瀏覽過後我認為說在台東來講 是一個正面的效果 但是有一些我想說希望跟他補充 之前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你曾經有提過這個品德的問題對不對 是 後來我當下我就在想 哇你真的很有學問 二來我是認為你太了解台東 再來你太了解台灣的結果 生活 這個品德兩個字 我希望在文化粗來推動 為什麼 在教育當局來講 怎麼講 現在都談生協啦 怎麼樣 大家父母親都把織女當成保 那是正面的 但是學校呢 我們當然是有很多檢討的空間 也礙於在經費上 我們在台東縣來講 陳族縣長所講的 這連事的問題是一個頭痛 班次問題要多少人組成一個班 可是在中原給你的老師的師資的薪水 當然在這樣的一個標準 連事處是不是這樣 在這個標準裡面我給你薪水 可是 當我們在用臉的時候 我們台東的小班太多啊 那師資老師就增加名額了嘛 所以在我們台東有限的金額之下 有限的財務狀況之下 可能是照來了一個比較困擾一點 那我在這裡 因為教育處我們都會去要求 我們走 我們看在對岸的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喔 他們現在走的政策是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台灣走的政策是什麼 我們也更清楚 我們談民主 我們談開放 然後表言論自由 可是我們台灣的教育 我在這邊有一個意見 個人的發掘社會的問題 產生了很多很多想像不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對文化的這一關 我曾經在數次的大會裡面強調一點 協力再好 協問再好 沒有品德 這個國家是沒有未來的 這個家庭是堪憂的啦 這個也是社會的亂言 你認同我這種說法嗎 所以我看了你這些 什麼社造路啦 我們對後山的這塊土地 都有著一個濃烈的一個使命感 勇敢地在逆風中前進 我們要 我們要持續用希望 用熱情 勇敢地在逆風中來前進 我想這些裡面內容我看過以後 我是認為蠻有鼓勵性的 但是在這裡我想說 除此你們這幾本書 你們所做出來之外 我希望齁 這個書能夠普通 看怎麼樣去宣導 我今天講說齁 書箱能夠飄送到每一個家庭 甚至每一個社區 過去好像我們有用過一個名言 書箱飄送百姓家 其實你讓每一個人都看到這個好的書 然後在社會的整個文化氣質會提升 那在這裡今天我講的就是 我要拜託你文化處 文化處所做的作業裡面 當然你不是教育當勤 但是跟文化來講 對你來講是一個 比較 跟你們的業務上的非常關係 那我在這裡說 將來在教育方面 社會教育也好 學校教育也好 在你們的活動化我們之內 除此你們所推動的這些業務之外 能夠把這個品德強調 各位在座的科長齁 我相信我們看過很多家庭 很多包括我自己的也好 我左右臨機也好 我們過去走出去有人問你說 先生你好或是某某人你好 回到家庭說爸爸媽媽我回來了 爸媽我還去上學 爸爸我還去工作 現在有嗎 沒有 現在沒有 這個教育是一個 如果這樣看起來 我們的教育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台灣也不要談民主 所以我們現在看社會的結果 特別亂 非常亂 都是很自私為自己 而為自己以後火出會員 然後講一些有沒有的髒話 這個東西 那個我們議會的秘書長 也曾經也當過教育局長 你認同我的說法嗎 我們議會本身也是要推動這個品德問題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人與人之間的對話 一定要先尊重對話 那我們相信說這個品德問題 我們希望說在文化界來講 像你文化處來講 能夠推動的社會 讓人家感覺說 品德 道德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在教育處來講 都沒有人在講 書本老師都沒有人在講這個問題 甚至於有些老師 我們不宜在這個場合講 所以在這裡我想要拜託你文化處長 你之前在這個公眾報告裡面談到品德 我希望你在品德兩個字 跟教育道德方面來講 品德、道德跟詩語相關 我想這個能夠全力來推動 用你們的專業智慧 我想在台東的這塊裡面 能夠貫出每一個人的觀念 我想這點要拜託你 可以嗎 好 謝謝 OK嗎 可以 這個工作加注在你們文化處 會不會比較重一點 工作上會比較重一點 我們很樂意來推動 好不好 這個拜託你 也是幫我們自己 也是幫社會 也是幫這個國家 好不好 謝謝 另外那個地震處 謝謝 地震處 我有一個建議 這個中華路 我曾經也提過 跟建設處長講 中華路從台東的火車站 現在的鐵化村 一直到資本這一段 這個是台東的進出要道 現在我們有外環 其實近日台東還是要靠這條路 可是我們這邊到溫泉 到資本 這條是台東的門面道路 可是我們現在都沒有做一些 有什麼勢力重劃 都市計劃 是我的意思說 把這條路 他怎麼樣去把它開發出來 讓整個台東四區的文化中心 連結到資本 那資本過去 有一個台東的最大的一個風景區 就是內文錢 資本錢 所以把這個整個連結起來 的一個大台東的文化中心 好 謝謝議員 對中華路道路 通常性跟他的那個連結性的關心 那我在想說 如果說我們要做 私立重劃或區段徵收的話 我們是完全是依據都市計劃 都市計劃的附帶條件 鎖定的開發方式 在做的 如果說都市計劃裡面沒有 把它附帶條件 說要私立重劃或區段徵收的話 我們沒有上 上緣的依據 現在我們台東縣政府 有一個盲點 就是說我們 我們建設單位講都市計劃 當然他有都市計劃課 但是相對的我們管地政的 跟土地跟農業 這個都市計劃相關的業務 應該大家要秉持著一個 他是一個台東 你們是一個台東的處長 當然 那應該要提供你們保護的意見 不要說都市計劃 建設單位如果提出以後 我第一次再來配合怎麼樣 我想認為這個 這個所謂的團隊就失掉意義了 我們今天所講的是 台東整個發展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 希望你處長 能夠在這方面用你的專業 看怎麼樣來 跟建設有關單位 跟農業單位來講 大家來配合這個都市計劃的問題 發展台東整個文化中心點 不然都台東一進來就到鐵花路進來 就在那一塊小小塊 這個太狹隘了吧 了解 這個提供給你做參考 謝謝議員 請坐 時間關係 這個農業處 我來請教你一下 是 我們現在農發條例 現在那個比如說農地的話 我們要蓋這個農宅 現在限制條件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我們這個法規 有規定到非常死嗎 還是用行政法規來規定 沒有那是 內政部跟農委會 他們把實際的審查的整個都 他辦法都寫得很清楚 他是明文寫的 就過去是書面審查 其實他的精神是一樣 只是過去在書面審查的時候 可能對很多的要求 大概沒有那麼實際 實質審查就不一樣 現在的條件會比較嚴苛嗎 也應該不是 應該算不是嚴格 只是說實質審查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現在土地有一千坪 比如說我可以蓋 一百坪的農舍 你那一百坪在審查的時候 那九百坪勢必就要做農作物 那這個就比較難 就是說你要蓋的時候 那九百坪要做農作物 你實際在從事農作 那一百坪你來蓋房子 他現在就說 房子是因為你農作需要的附屬品 房子不是主體 那這個差別很大 但是這一點當中我 時間到了 用時間到了 明天還可以問啊 明天早一點來登記 謝謝 謝謝 謝謝張主任 張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習進隆 習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今天請隆藝主席 市長 議員好 好 看到你一人就好啊 好 在那一天的電気台會 是 我跟你說那個 新港區議會 新港那個港 晉升工程 是 你還記得嗎 我請 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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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好 跟議員報告 進度直接講出來 什麼時候可以花包就好了 我們在花東基金 其實在那個3月份才核定 但是我們這件的勞務招標 已經在2月的時候 已經招標找到廠商在設計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等廠商設計完之後 送一月署核定之後 工程就可以進行了 所以今年一定會把它 會把它推動 今年一定是會花包出去 當時我就花包 當時我就做完就好了 看這樣啦 跟議員報告 我們在9月以前都花包了 9月 現在你說的我沒什麼相信了 我講的就不 議員你也從過去證明 我每次說的都沒跳票 你現在怎麼會給我這麼久 錢都給我這麼久了 你到現在沒辦法花包出去 現在你設計 現在設計的時候我9月給花包 現在從13個月 9月花包算得快快了 我花包才有一個月 紅天時下還沒那麼快 在落天時下這個時候 都在抓幾個月到月 這是忘記 結果你到現在沒辦法做 他的錢是三月合地嘛 但是我們提早一個月就有 我會移民 都在等你這個晉升工程 結果你到現在做不出來 錢啊啦 你等你 你等你 你等你花包而已 你做不出來 哦 因為你對我的要求 我一定會做得到 我真的有打招 哦 你如果有說 我就一定做得到 我如果 當然 如果現在沒來 沒來 來演 我當然不敢這樣說 現在把他們的報告就是說 我們會最短的時間 9月以前要花包 如果可以越快越好 因為這心渣 我上了一夜巡去心渣 所以這心渣 不是我怎麼控制 所以我把時間抓著 啊 所謂抓著三個月在那裡 希望你動作比較快一點 是是是 那個科大你先請坐 是 在這裡請問你一個問題 是 農社新建辦法 現在 有一塊土地 是 兩分半 是 這個土地 擁有的人 以及 儀保身分 他符不符合 申請蓋這個農社 儀保應該是可以吧 儀保 儀保 儀保可以嗎 儀保第三類嘛 儀保是第三 前面第三 農儀會 你前面 因為我現在在清澈 那不是拿儀會的證明 也不是拿農會證明 是因為健保局拿 所以健保局拿中就有 對 他現在以後要證明了嘛 他是儀保身分 對 然後 他也土地也滿兩年了 是 他要怎麼 他要怎麼申請 欸 剛剛我說過實質審查 就是說 剛剛那幾個條件 是不是我印給議員 好嗎 我現在 我現在有 仔細有跟林東萬議員有說嗎 好 現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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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材都很有幾件 現在目前是 秋頭 還有 六十幾件 你們核准的幾件 兩件 六幾件核准兩件 很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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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在這裡 你們把關甚嚴 你們整個 整個現在 所有的 全國的 要真正的標準一堆 我跟你們說 去跟你們 都跟你們問 也沒有 我就做一個解釋出來 議員我現在 跟議員報告 我 阿波 我剛才去那裡 有說過 我會叫我們董事 把我們的 想知道的辦法 本來是四十五天到六十天嘛 我現在要求說 我們每次 大家的想知道 我們十五天 我們 我們要辦一個 審查小組 我們會叫相關單位 包括環保局也好 包括地震處也好 包括建設處也好 包括各單位 我們會利用十五天 整個一回 一個月去兩次 來做審查 讓他們那些時間 盡量優待 我們在審查之前 說要給各單位 然後 除了 在審查 我自己來主持 如果沒有主持 叫副主廚 我們會來支持 比較簡化 只要是符合資格 農地農用 對不對 你插插什麼人 要來那大 什麼人要來那去 現在 議員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剛才說的農地農用 我們過去 你去農舍 把農舍當作主體 你看看 看待 但是現在的情形 是說 你現在是 建農作 我剛才說 讓議員聽 就是說 我們現在比你們說 我有一千坪 那這個行館 我就去到這樣 一般的農舍 新選不出來 對不對 批負先用 八成功而已 那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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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行館 一定不會過 百分之百 不會過 現在百分之百 東西就在那裡 對不對 那些比較 是 你說什麼 其實齁 也不是說我丟難 去年我三天五天也給人 但是一般我就丟出來 到唯一 變成說 我們真的是 心有餘力不足 真的 這個心臟 所以我們最近的研究 看王三豐舍 用心臟給十五天 一國會這樣 真好出來 只要現在齁 在你們那些新建國 原有的 園園農舍 我把你們在這裡 又轉到地震處 又開花朵木槤 開百分之百幾天 怎麼會這樣 撞到地震處 別說全關 一百十九天 違反區域法 一百十九天 蔡市長 什麼叫做違反區域法 違反區域計畫法 跟那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就是 農業 在農業的東西 新積 所有的都在身材 煮頭到我叫他們的版權 在做 現在他們用好 整個給你們 都做了 三個人在那裡開政法 出來 什麼意思 不會啊 他們送過來 都是告訴我們說 他的農地 非做農業使用 我們才開法 然後我們也會去現刊 會同他們的那個 內部的同仁去現刊 一開始就沒有人在這次農業處這邊用好 怎麼用 怎麼用 做一次要你們的辦法去做就好啊 一年新建築中 現在又幾個以上到這裡 又百多 現在又開始 再一次 什麼意思 我們開始心災的標準 讓他們知道 他現在蓋之後 他本來 他要調整的都知道 但是蓋之後 他所做出來的 跟原來的申請也不一樣 這有時候變成說 我們說明拼得好 現在蓋 750片 蓋100片 其他不能做其他用途 其他做農用 但是現在蓋好 其他做 沒有種種 750片蓋的100片 以外 那650片 空有做庭園 有做水池 有做什麼 做什麼 那就違反本來農用的精神 也不是做農用 這就當然違規 當然 他農舍裡面有90% 是農用 他一定要做農用 對 他一定要做農用 他農用 他收回來 農地 田館 種果樹 種果樹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種果樹沒有問題 它的果樹比較 有草子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草子 所以你跟他說 那是景觀草皮 你違反區有嗎 果樹這種問題是 你果樹種的距離 譬如說 你是不是三公車種一層 還是幾公車種一層 譬如說 一種問題 可以借五十張 我就借五十張給你啊 啊 就像肚子這樣 有草子 草皮用比較漂亮 你跟他說 草子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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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子 草子 是不是很本來 是 這樣很不可以 草です 遇外我現在這樣我現在用心者 導了我再討論 我會討論 真的超過一百個子 一百個子 你知道 你們 草子 我知道說就這樣 這個性rue 對我erry 刚都沒有口ă 就回家了 如果這個我給我講 我這個家 我給我講 農民要講一個台 你就要一定要要求他 再去做一個什麼水保法 農民做一個 你把你母親要做一個水保法出來 囂難啦 我跟你講啦 做一個農民 我就去做什麼水保計劃 做一個活動 你跟他說 你跟他講出來 你就偏偏要農民 先去貸你的錢 請台主 請政府費 去做這個計劃出來 給你送 囂難的嘛 你就要農民去開炸錢 來給你看 看出了你這裡的 你這裡很麻煩啊 是不是這樣 我們這些水保法 現在講出來 我在講 欺負人而已嘛 你也做一個比較簡單的工作 讓農民更典的 對吧 你不用怎麼處理給我們囂難啊 做農業處理上 你要站在農民的 對嗎 是 對嗎 是 對嗎 是 你處理這樣給我們囂 一二趟去 開下來 只會 違規 發了 幾千頂 幾千頂有比較多一塊 沒啦 我們不可以抓啊 他不可以抓啊 這不可以抓啊 這也不可以抓啊 這也不可以 做你也不騙人啊 是 對嗎 只不過目前 只不過目前 現在還在張主長那邊 在那裡 他們還在場裡他們還在抓到電話啊 這都是主長那邊看過啊 那還在帶來 他手頭他還在一次啊 他還在抓到電話啊 我湊在這裡在莉龍的處 調資料而已啊 這不可以騙人啊 對 我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有一百十九頂 我跟他講 只要一百十九頂 對吧 這樣人是怎樣 十天都要你帶就好了 等到你再說 我再做一個比較大的地方給你看 好 好 大家看我最小的 看你這樣 是在白面還是在老面 我看不 兩位請坐 謝謝大家主席 謝謝 不要再講了 好啦 好 謝謝習近郎習議員 也謝謝 各位 我們今天早上的單位檢討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下午分組審查及收集資料 好謝謝各位 謝謝